姐 现在怎么办 李武鸦知道 变更军户户籍不容易 可没想到这么难 这时他也没法子了 看着牙行对面的衙门 李武鸦有些郁闷 现在他们手里不缺银子 可是在这等级森严的古代 不是有银子就能办成事的 还得有身份地位 他们求爷爷告奶奶 办不成的事 别人一句话就能解决 走吧 先回家 我们都出来半个多月了 再不回去 娘和姐又该担心了 当天 姐弟俩就离开了戎城 两人刚走没多久 天罗门老巢被端一事 就被人发现了 并迅速发酵 传遍了西北各大势力 这事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李武鸦和李七郎全然不知 两人正全速朝天领腿赶 姐 我的轻功又精进了 你看 我现在也能做到踏雪无痕了 李武鸦看着质得意满的李七郎 不想他太飘 可是你速度还不行啊 说着一加速 眨眼就甩开了李七郎一大截 李七郎见了又郁闷了 连忙追赶上去 姐 你就不能让让让我吗 你的敌人会让你吗 姐 你怎么往天山去了 我们先去天池风取秦和笛子 没想到便宜徒弟送来的古秦和御笛 居然有派上用场的一天 幸好之前他没拿去卖了 等到李武鸦和李七郎回到天领腿的时候 已经是十月末了 姐弟俩刚回军臀 经过臀口的时候 又见臀里的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 两人心里都忍不住咯噔了一下 上一次家里出事 他们就是这样看着他们的 难道家里又出事了 李武鸦和李七郎面色都变了 急切地问着最近的人 二大爷 我们家出事了 武鸦 七郎 你们别急 不是特别大的事 就是你哥受伤了 被人抬回来了 话还没说完 姐弟俩就没了踪影 自从李武鸦一家住过来后 叶末住处就被扩建了 以前只有一间屋子 现在有五间屋子 院子也扩大了很多 娘 二姐 还没靠近 李七郎洪亮的声音就传进了院子里 厨房中 正在嗷咬的李二鸦立马跑了出去 刚打开院门 李武鸦和李七郎就到了 你们怎么才回来 姐 哥怎么了 李二鸦边带着两人进屋 边说 去阴里的大夫看过了 哥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内脏有些出血 不过你们别着急 现在哥的病情已经稳住了 只要在家好好养着就是了 李武鸦一听这么严重 三步并两步进了屋子 然后就看到了面无血色 躺在炕上的李三郎 回来了 李三郎此刻还很虚弱 声音有些小 李七郎见了 立马跑了过去 红着眼望想去摸李三郎 但又怕弄疼他 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炕边 哥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 李武鸦沉着脸走了过来 胡炎家的人干的 不清楚 那人身手很好 我避不开他的攻击 要不是庄将军和爹及时赶到 我现在怕是已经没有命了 那人应该是个酒品高手 为了救我 庄将军和爹都受了些伤 见李武鸦和李七郎 面露着急 又赶紧到 放心 爹没事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李武鸦没再多问 抓起李三郎的手腕 拔起了脉来 同时外放出精神力 将李三郎探查了一遍 哥 你好好养着 不会有事的 李三郎之前就不怎么担心 自从服用了小妹熬制的汤药后 他就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强了很多 一些小伤小病 就算不吃药 也能快速自愈 哪怕这次伤得有些重 他也很心宽 如今 小妹回来了 他就更不担心身上的伤了 要知道 小妹可是天池老人的徒弟 李武鸦回来后 李三郎的病就由他接手了 除了按时服药 每晚他还会给李三郎 行一遍针灸 再银针刺入穴位 治疗异能便顺着银针 涌入李三郎身体 悄无声息地帮他修复身体 别人肋骨断裂 怎么也要卧床躺个两三个月 可是到了李三郎这里 半个多月后 他就能起身下地活动了 哥 你怎么起来了 李二鸦见李三郎下地 脸上全是不认同 李三郎笑着动了动胳膊腿 我好得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了 我牙不是说了吗 让你养足三个月 别急着回蝶岭关 战场上那么危险 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 李二鸦一点坚持地 扶着李三郎重新躺上炕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这才多久呀 好好躺着 李三郎知道 大妹是在关心自己 无奈一笑 随即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五鸦和七郎 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今天 李五鸦和李七郎去了蝶岭关 给李长僧送些吃食和伤药 李二鸦也有些担心 按他们的教程早该回来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别瞎想啊 应该是爹那边耽误了 李五鸦七郎那身轻功 就算遇到了什么意外 也难有人挡得住他们 一直到天黑了 李五鸦和李七郎才回来 看着两人都皱着眉头 李三郎和李二鸦对我些着急 怎么了 爹出事了 没有 我们等了一天 压根就没见到爹 怎么会这样 难道今天又有战事 怪就怪在这里 今天并没有战事 爹怎么就没时间见我们 你们以为着急 可能是爹有事抽不开身吧 李三郎安抚了一下弟弟妹妹 李五鸦点了点头 两天后 又带着李七郎去了一趟爹岭关 可是还是没见到李长森 回家后 李五鸦就对李三郎说 哥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 爹可能出事了 今天我在爹岭关看到爹手下的副队长了 他看我的眼神 让我有些心慌 听他这么一说 李三郎也没法淡定了 我明天就会抵岭关 这事 兄妹四人都没敢告诉金月娥 好在金月娥在驿站当差 在家的时间不多 也就没发现什么异样 第二天一早 李三郎就带着弟弟妹妹来了抵岭关 你们在城外等我 一有爹的消息 我就出来告诉你们 李三郎进城后 就直接去了前锋营 转了一圈 既没找到李长森 也没打探到任何消息 沉默了片刻 李三郎直奔千夫长营仗 看到李三郎 千夫长很是诧异 你的伤好了 李三郎没正面回答 而是直接问李长森的下落 大人 我爹去哪了 提起李长森 千夫长顿时就沉默了起来 见他这样 李三郎心头更慌了 难道我爹出事了 千夫长犹豫了一下 站起身来 你跟我去见庄将军吧 这也只是一个小队长 哪里能惊动庄将军了呢 难道 爹真的出事了 李三郎心中一沉 面色瞬间白了 尤其是想到 那在战场上 对他出手的九品高手 瞬间脑补了李长森 被虐杀的各种画面 等到了庄玉堂营仗时 李三郎已经自己 把自己吓得面无血色 只是他这副样子 落在庄玉堂眼中 就是伤势未愈 强撑着过来 打探李长森的消息 你爹现在应该还没事 李三郎立马抓住了 庄玉堂话中的漏洞 现在没事了 那以后呢 以后会出什么事啊 庄玉堂沉默了一下 挥手示意左右退下 然后才说 前段时间 被烟有停战的迹象 这事你知道吧 知道 可是 就在半个月前 被烟军又开始 频频挑起战士了 李三郎不明白 这和他爹有什么关系 但他不敢打断庄玉堂 只能按压下心中的着急 静静地听着 庄玉堂面色不是很好 这事太奇怪了 总督大人派出不少人去打探 这才知道啊 被烟前段时间的消停 是因为粮仓不支了 可是 半个多月前 被烟军 不知从哪里 又拉来了一批粮草 补足了粮草的缺 然后 又开始疯狂叫嚣了起来 他们的粮草是补足了 可是我们 我们 我们却没有粮草可补啊 这些年和北烟作战 国库早就掏空了 现在 根本就拿不出 粮草支撑战士的持续 所以 所以 为了迫使北烟停战 北烟那批粮草 必须毁掉 听到这话 李三郎瞬间明白 李长森去干什么了 我爹 总督大人 在上报了朝廷之后 亲自挑选了一批身手不错的将士 组建了一支火烧北烟粮草的小队 你爹 主动报名参加了 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 都可以提一个条件 你爹的条件是 只要能烧回北烟军的粮草 就变更你们家的军户户籍 李三郎身子晃了晃 有些战力不稳 粮草 军队的粮草是何等重要 北烟军肯定会派重兵把守 想要烧毁何其艰难 他爹着一去 还能回来吗 庄玉堂看了看李三郎 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你上试还没好 回家好好养着吧 说完就叫人进来 带李三郎离开 城门口 李五鸦三个看到李三郎 手脚虚浮地走出来 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哥 爹没事对吗 看着巴巴看着自己的三个弟妹 李三郎面上难掩碰苦 颤抖着声音 将李长僧要去烧毁 北烟军军粮的事说了出来 李二鸦和李七郎面色大变 李五鸦也是一脸凝重 为了更改户籍 他爹这是加入了赶死队啊 军队粮仓肯定是在 北烟大军大后方 他爹去了 还能回得来吗 哥 我们得去接应地 回到家 李五鸦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深入北烟军营大后方 就算他爹那些人能烧毁北烟粮仓 可是惊动了北烟军 他们绝对是难以活着回来 李三郎没有反对 但也没有立即答应 爹身陷危险之中 他是很着急 但是也不能贸然带着弟弟妹妹前去搭救 万一爹没救回 反而将弟弟妹妹搭了进去 那他就是万死难辞其咎了 这是必须好好想想 就算要去接应 接应人选 也得好好斟酌 李五鸦看出了李三郎的沉重 他现在也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少年 就算上了几个月的战场 星智坚毅稳重了些 但浴室还是难免忐忑迟除 哥 姐留在家里照顾娘 我和你 还有七郎都去 只要遇到事了 也能相互照应 李二鸦见李五鸦排除了自己 立马反对 我才是姐姐 就算要去 也该我和哥去 你和七郎留在家 姐 现在不是争论谁大谁小的时候 这次去接应爹 肯定会和北燕军交锋的 咱们四哥 只有你没有和人真正的交手过 七郎近身战斗示弱了些 可是他令的声波弓属于群体攻击 战斗手可一队多 有他搅乱北燕军心神 我和哥就可以快速解决掉他们 见自己确实是战力最弱的 李二鸦就不说话了 看了看李三郎 等着他的决定 李五鸦见李三郎还在犹豫 继续道 哥 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你是在担心我和七郎的安威对吧 我就不说了 就七郎和你对打 他肯定打不过你 但是要论清宫 我觉得你肯定比不过他 我们去接应爹 自然是怎么小心怎么来 古道万不得已 不和北燕军交手 七郎的短板可以忽略不计 能最快的逃离才是最重要的 哥 你别怪我说话直啊 其实我们三个当中 最危险的人是你 李七郎见李五鸦这么看好自己 立马挺起了胸膛 扬着下巴看着李三郎 对呢 哥 你才是我们三个当中最危险的 搞不好还要我和五姐救你 李三郎瞪了一眼得意扬扬的李七郎 凝重地看着李五鸦 深入北燕后方 很危险 我们可能 哥 我们会带着爹平安回来的 现在我们要好好想想 该做些什么准备 李五鸦目光坚定地看着李三郎 李三郎被他眼中的坚定感染 点了点头 好 他很明白 他们要是不去接应爹 爹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这几年 他们兄妹四人为何苦练武艺 不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吗 爹身陷危险 做儿女的自当全力营救 李五鸦见李二鸦情绪有些低落 拉着她的手 安慰 姐 你留在家里更重要 五鸦 我还用得着你来安慰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娘的 倒是你们 必须带着爹平安回来 那是自然 你呀 就备好好酒好菜 在家里等着我们吧 给哥姐打完了气 李五鸦就去准备商药了 虽然她有治疗异能 但是为了掩人耳目 商药是必须备上的 十二月一日 漫天的火光照亮了北烟军营上空的黑夜 庄玉堂站在碟岭关城墙上 看着那被火光艳空的夜空 提着的心虽落下了 可颈索的眉头却并没有舒展来 战事危机暂解 可是李长森那对人 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徐副将 李长森那些人提出了条件 你亲自去落实 不许出现任何纰漏 将军放心 末将会一一过问的 话音刚落 就见一个将士匆匆地跑了过来 将军 总督大人来了 说是要马上见你 庄玉堂心中诧异 没说什么 快步回了营赵 大人 深夜来碟岭关 可是有什么钥匙 总督蔡建成 面色很是不好 疲惫中带着恼火 恼火中又带着焦急 他没说话 他身后的亲卫站了出来 将一封信递给了庄玉堂 庄玉堂打开一看 顿时瞪大了眼睛 蔡小侯爷偷偷跟在坟梁小队后 去火烧北岩粮仓了 这是蔡小侯爷留给蔡总督的信 说他去建功立业去了 蔡建成火冒三丈地站起身 我家那数子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学了点三脚猫功夫 就以为自己所向无敌了 真恨不得他就死散了外头 好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亲卫听蔡建成这么说 立马结果话 大人 您就敢对我们这么说说 要是老夫人和夫人知道 您这么说小侯爷 他是要和你翻脸了 说着 着急地看着庄玉堂 庄大人 我家大人西夏荒凉 就小侯爷这么一个儿子 他要出了事 老夫人和夫人肯定扛不住啊 庄玉堂有些头疼了 江安侯府蔡家 这可是皇上的旧家 看着大刀阔斧整改西北官场 眉头都不眨一下的蔡总督 此刻难得展露出了虚弱无力的一面 庄玉堂也无奈一叹 大人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蔡建成知道 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 直接开口 我的人士都派出去了 就算照回来也来不及了 你这边看能不能 大人 我可以立马将一对轻尾交给你 但是 蝶领官一直被拓拔云密切注视着 我担心他们一动 被烟就会察觉到啊 蔡建成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才叹了口气 金人士 请天命吧 要是 要是真的回不来 那也是那数字的命 为了大楚 别人可以战死沙场 他自然也可以 庄玉堂没再多说 立马去召集清卫队了 北烟大后方 梁仓的突然起火 震动了北烟大军 也惹火了北烟大军 军粮对于将士来说 那就是命 火烧梁仓的 李长森等人 立马遭受到北烟大军的疯狂击杀 哪怕李长森这些人 最少都是七品高手 但在藏藏北烟军的围追阻杀下 根本没法冲出包围 看着火光冲天的粮仓 北烟主帅拓拔云 吃人的心都有愣 这批军粮 虽是有人主动联系的 但是北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购买 如今全没了 给我杀了 一个都不许放过 拓拔云直接调来了 最精锐的护卫队 随着这些兵冲入战场 刺鼻的血腥味 瞬间冲天而起 不过短短的翁腹 粮仓周围的土地 就被鲜血浇灌透了 一个个还身世纪的大楚将士 无声倒在了血泊之中 半个时辰后 这片地界安静 只有手握血腱的护卫队 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地上的尸体 只要看到大楚将士 不管厌没厌气 二话不说 血的一般 抬手就往身上捅 一剑又一剑 等到李五鸦 李三郎 李七郎 循着火光找来的时候 现场除了扑鼻的血腥味 以及被烧成灰烬的粮草 再无其他 我们来晚了 兄妹三人的心里有些发沉 李三郎咬了咬牙 继续往前找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将爹带回去 没过多久 李五鸦在精神力的探查下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坑 石坑周围 还守着十多个北燕士兵 拓拔将军 是真的是气狠了 说是明天要带着 这些大楚兵的尸体 前去叠岭关枪叫阵 要当着大楚所有僵士的面 将这些尸体堕碎了喂狗 人都死了 这样能吓到大楚人吗 能啊 大楚人最讲究死后入土为安了 李五鸦和李三郎李七郎 趴在十多米外的血堆后 将北燕士兵的话 全都听进了耳中 李三郎看着石坑 等会儿解决那些北燕兵好 我们下去找爹 找到爹 就一把火把这里烧了 他们没法带大楚将士回去 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的遗体 免遭侮辱 说着 李三郎看了看李七郎 李七郎点了点头 嘴巴上下开河 声波弓瞬间传了出去 在看到北燕兵身子打晃时 李三郎和李五鸦同时出手 李三郎如猛虎一般冲了出去 拳头直至咽喉 一拳下去 北燕兵立马咽气 而李五鸦一片片干薄的树叶 从他手中飞出 骑到北燕兵面前时 却比利刃还要锋利 闪电般的 在每个北燕兵脖子上 留下了一条血痕 不过几夕的功夫 兄妹三人就联手 将十多个北燕兵解决掉了 然后三人一起冲进尸坑 李五鸦早用精神力 搜查到李长森在哪里了 一下去就直奔李长森 此刻李长森从表面上看 是一点气息都没有了 浑身上下布满了血窟窿 李三郎李七郎一看到这样的李长森 心都凉了 五鸦 你快看看爹 看看爹还能不能治 说这话 李三郎的声音都是颤抖的 李五鸦没管李长森身上 那些猙獰的伤口 拿出银针 直接朝着李长森的心脉扎去 通过精神力 他能看到 他爹的心脏还有微弱的跳动 应该是吃了他给的护心丹 才支撑到现在的 护心丹可以让人在 把不到脉的情况 维持心脏缓慢跳动 随着治疗异能的疯狂输入 李长森的胸口开始有了起伏 李三郎和李七郎见了 差点喜极而泣 保住了李长森的心脉 又修复了他身上的几株致命伤 李五鸦就停了下来 北阉人可能会来这边巡逻 我们先带爹离开这里 李三郎立马背上李长森 李七郎则拿出火折子 准备将死在这里的人火化了 火一烧起 刚射到坑上的李五鸦 发现了异样 飞快地看向坑中某一处 武鸦 怎么了 李三郎注意到李五鸦的异样 李五鸦指着坑下 好像还有一个人活着 李三郎听了 连忙让李七郎背上李长森 而他则跳下了尸坑 在哪里 李五鸦只好跟着他跳下去 很快从尸堆里翻出了一个 不比李长森好多少的血人 李三郎二话没说 就将人背到了背上 还不住地问李五鸦 五鸦 你再找找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活着 李五鸦又用精神力探查了一遍 摇里摇头 没有了 能救出两人已失万幸 是我贪心了 我们快走吧 石坑中大火一起 很快就被北燕兵发现 等他们过来时 李家三兄妹早就背着人没了踪影 拓跋云站在石坑前 看着躺在地上的护卫队 清一色地被人一击毙命 面色阴沉地像是要滴出水来 好厉害的身手啊 将军 从现场来看 出手之人应该有两个 护卫队的人都是八品武者 能悄无声息地击杀他们的人 绝对是九品高手 听到副将的汇报 拓跋云瞇了瞇双眼 看着还在燃烧的石坑 这些人不过是大楚派来送死的鬼罢了 竟然引了两个九品过来 将军 你的意思是 这些送死鬼里头 有人来头不简单 所以哪怕是死了 也被人带走了尸体 拓跋云不置可否 只是发狠的道 你亲自带护卫队去追 就算是尸体 我也不许人带走 是 副将带着护卫队 快速地消失在了黑夜中 数十里之外 李三郎李七郎 分别背着一个人 在前头飞快地跑着 李五鸦则是落后几步 手中拿着一个树叶茂盛的树枝 刷刷刷地抹出留下的脚印 以三人的能力 就算带了两个伤患 北燕兵也应该追不上才是 可是在天微亮的时候 北燕兵却追了上来 幸好李五鸦精神力一直外放着 及时发现了北燕兵的踪迹 不好 北燕兵追来了 怎么会 我们这么小心了 他们怎么会找上来的 李五鸦看了看李长森 和另一个大储兵 面色有些凝重 他们应该带了力去 两人身上被刺了好些血窟窿 一路上 不时有血液从两人身上滴落 即便他用血掩盖了 可要是北燕兵带了猎犬 猎犬肯定还是能发现的 现在该怎么办 李五鸦环看了一下四周 大陆肯定是不能再继续走了 要不然等到天大亮 北燕兵肯定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看着右方那片被大雪冰封的血骨 李五鸦想了想 鸡血骨 十二月的血骨 早就被白雪覆盖了 里面的鸡血厚度最高的地方高达数米 最低的地方也高出一米了 如此一来 在血骨中一动就颇为的费力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轻功的时候了 李三郎拿着树枝 飞快地清除着痕迹 不时地抬眼看看前方 背着众幻还跑得飞快的弟弟妹妹 心中一片复杂 她还真成了三人中最弱的那一个 血骨中前行受阻 很快三兄妹就摆脱了北燕兵的追杀 天大亮的时候 李五鸦用精神力探查到了一个石洞 当即就带着李三郎李七郎过去 得赶紧将踢他们身上的鞋指住 一直留下去 北燕兵还会闻着血腥味追上来的 而且爹他们的身体也吃不消 将李长森和大楚兵平放在地上 李五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商药 给他们上上 并借着针灸的时候 悄悄地用异能进行治疗 没过多久 两人身上那些本来需要缝合 才能止血的血窟窿 慢慢停止了往外渗血 姐 爹是吃了你给的护心丸才没事 这人又是怎么回事 李七郎好奇地打量着眼前 这运气爆棚的幸运儿 要不是他们 这人铁定死定了 李五鸦看了那人一眼 这个人应该会归西宫 归西宫 就是让人看上去假死的那种功法吗 应该是的 要不然他躲不过北燕神的搜查的 李长森他们烧毁了北燕军的粮草 北燕军肯定恨死他们 不可能留他们活命的 李长森吃了护心丸 心跳可以忽略不计 这人会归西宫 陷入了假死状态 这才躲过了北燕军的搜查 确定李长森和大楚兵没有流血后 三兄妹背着伤患离开了石洞 这下那群北燕军找不到我们了吧 原以为这样就可以离开雪谷了 可是快要出雪谷的时候 三人又看到了北燕军的身影 无奈 三兄妹只好继续在雪谷中前行 一段时间后 三兄妹再次想要出雪谷的时候 在雪谷外又发现了北燕军 怎么回事 这北燕军好像越来越多了 之后的一路上 三兄妹看到了越来越多 出来搜查巡逻的北燕军 他们必经之地 更是被重兵把守着 为了我们几个 又能找搞这么大动静吗 看那些北燕军戒备的样子 应该是出什么事了 这么多北燕军出动 一时半会儿我们过不去 我们先找了地方躲起来 然后再找机会打探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吧 很快 三兄妹找了一处山洞 安置好李长僧和大楚兵后 留下李三郎和李七郎照看伤患 李五鸦就出去打探消息了 见李三郎一直盯着洞口 李七郎以为他担心李五鸦的安危 不由地安慰他 哥 五姐清宫厉害得很 就算遇到了北燕军 北燕军也绝对抓不到他的 你就放心吧 李三郎收回视线 看着信心十足的李七郎 摸了摸他的脑袋 感叹 哥这些年常年不在家 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待个两三天 不曾想 转眼间 你和五鸦都长大了 李七郎以为优秀的自己和优秀的五鸦 伤到了李三郎的自尊 连忙摇头 哥 我们其实还小 家里最需要的人还是你呢 李七郎见哥哥不说话 只能开始贬低自己 哥 我跟你说老实话吧 我也就是瞧着厉害了些 其实就是个耻老虎 哥 你信不信 我连你一拳都接不了 你别看我轻功比你厉害多了 但这是因为我近身战斗不行 只能苦练轻功 以备逃跑之虚 哥 你还是很厉害的 真的 说完 还肯定地点了点头 生怕李三郎不相信 李三郎当然清楚自家弟弟的情况 见他这般拼命地安慰自己 有些好笑 又觉得暖心 半个时辰后 李五鸦回来了 李三郎连忙问 外头出什么事情了 李五鸦劈了一眼 和李长森并肩躺着的大蜀兵 有一队大蜀高手潜入了进来 外头突然增加了那么多北燕兵 就是为了抓他们的 怎么会啊 是啊 贴他们摆明了就是有去无回的赶死队 大蜀不敢有人过来进阳才对 除非 除非什么 李五鸦再次看了看大蜀兵 除非里头有什么重要的人物 要不然 不值得那些高手过来冒险 说着 李五鸦走到大蜀兵的身前蹲下 然后掏出帕子擦了擦大蜀兵 满是污迹的脏脸 很快 一张十七八岁 棱角分明的清俊小白脸 就露了出来 李五鸦摸了一下他的脸 又翻看了一下他的手 哼 这家伙 长得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是大货人家出来的 皮肤比我的都还要光滑 还会归西宫 武功是讲究传承的 高山功法更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习得 像他们那种走了狗屎运 从北燕暗叹那里得到了两项武功秘籍的使 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那些大楚高手找个人该不会就是他吧 李七郎蹲到李五鸦身边惊讶地问 李三郎也觉得这事太巧了 不管是不是 人竟然还活着 而我们又遇到了 就得带着他一块离开 要是那伙人能引走北燕兵 这样我们就能离开了 与此同时 三兄妹找到李长三的石坑外 十多个黑衣人从坑中飞出 面色凝重地离开了 怎么办 所有人都收交了 根本认不出谁是蔡小火焰 还能怎么办 回去后实话实说 可是没有带回去蔡小侯爷 总督大人那里怕是不好交代啊 我们尽力了 总督大人应该会理解的 哥 七郎 快 闭上人 我们快走 怎么了 大楚高手和北燕兵打起来了 有他们吸引火力 我们赶紧趁乱离开 不好 关卡那边还有好几十个北燕兵 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冲过去 李三郎还来过急说什么 就见李五鸦身形一闪 一跳一跃 几步就到了关卡前 接着一片片树叶飞出 身后北燕兵就倒了一地 见李五鸦直接冲过去了 李三郎立马背着人加入了战场 李七郎落后一步 边跑边发动声波弓 没一会儿 关卡这边的北燕兵就被解决干净了 走 叠岭关城墙上 蔡建成焦急地看着北燕大营方向 庄玉堂站在他身后 神色有些凝重 拓跋云他最是了解不过了 这人心狠手霸 不可能会放过那些火烧粮草的人的 像什么留下火口当人质这种事 在他那里是绝不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 落到他手上 只有死路一条 蔡总督怕是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轻卫队就算带回来了人 也只可能是蔡小侯爷的尸体 轻卫队的人回来了 有人喊了一句 蔡建成的双眼猛得一亮 热气地盯着城墙下 那十多个越来越近的黑衣人 等看到那些人个个空着手时 海啸般的悲痛几乎将他淹没 总督大人 庄玉堂连忙扶住了身体打晃的蔡建成 他想出声安慰 可又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唯一的儿子死了 这个时候 坏人说再多的 也没法减少总督心中的悲痛 没多久 黑衣人出现在了蔡建成和庄玉堂面前 总督大人 我们去晚了一步 拓拔云将所有人杀死后 又扔在坑中烧毁了 我等实在并别不出蔡小侯爷的尸体 还请总督责罚 蔡建成身子晃了晃 胸口一阵一阵地抽痛 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与此同时 蝶领关数百米外的血堆后 李三郎和李七郎都不解地看着李武鸦 武鸦 为何要让那些黑衣人 嫌我们一步回蝶领关呢 李武鸦看向被他们救了的幸运儿 我就是想看看 黑衣人找的人是不是这家伙 如果是 这家伙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那我们救了他 就是他 还有他家的救命恩人 这跟我们先回去后回去 有什么关系啊 区别可大了 先回去恩情会有 但不会太多 但是后回去 能让他的家人体会到失而复得 那他们对我们的感激就会更深了 哥 等会儿你带七郎去关城那边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五姐 这又是为什么 我要过去了 那其他人不就知道我也会功夫了吗 你本来就会啊 哼 我是女孩子 我学武功是为了自保 和你们建功立业不一样 不需要别人知道 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同来证明自己 别人不知道我为武功 对我的保护更大 我们把爹和这个小白脸救回来了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我去不去对结果都没什么影响 再来嘛 黑衣人都没法救的人 我们却救了回来 肯定会得到大人物的召见 我要是在场 岂不是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太不利益之后的继续往来了 姐 我还是不懂 你怎么就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了 七郎啊 请问你 你挑媳妇是选一个温柔行径的 还是挑一个母老虎 我当然要挑个温柔行径的了 谁会喜欢母老虎 扫到李五鸦危险的眼神 李七郎立马改口 姐 你虽然是有点凶 还一点都不让人 但是吧 我觉得你距离母老虎 还是有一丢丢距离的 说着 伸出小拇指 掐了点指尖 李五鸦面无表情的 看着李七郎 看到李七郎小心肝乱跳 李七郎义正言辞的表示 姐 你绝对不是母老虎 谁要敢说你是母老虎 我就跟他急 姐 我还是没明白 这跟挑媳妇有什么关系啊 哼 世人都喜欢温柔行径的姑娘 我不得维护好自己的名声啊 整天跟着你们打打杀杀的 我能有什么好名声 李七郎无语了 怎么就是跟着他们打打杀杀了 分明是他们跟着他打打杀杀好了 李三郎总算明白了自家小妹的脑回路 我们家日后 应该没机会和庄将军他们有来往了吧 李五鸦看了眼傻哥哥 指向大储兵 哥 我们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咱们家一点硬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突破口啊 吴姐 你这也想的忒多了 李五鸦懒得跟他废话 看向李三郎 哥 那些黑衣人应该发现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第三路人去了北燕大后方 你是怎么想的 第三路人不就是我们吗 还需要怎么想 李五鸦没理傻白甜弟弟 只看着他哥 李三郎明白李五鸦的意思 想了一下 爹这次是拼着一死 才为咱们家争取到了更换军户户籍的机会 战场上危险重重 这些年 娘没有一天不担心的 咱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 所以 那第三路人 跟我们没有关系 李五鸦笑着点了点头 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深入北燕大后方 悄无声息地解决到北燕兵 并成功救回两人 这些无一不说明出手之人的强大 这要出面甚下了 蝶领官那边百分之百会挽留他哥的 就是傻白甜弟弟也可能被惦记上 如今他们家军户户籍已经解决了 又何必继续回到战场上冒险兵杀呢 那你们快过去吧 对了 要是这个小白脸真的有来头 一定要记得讨要好处啊 五姐 你就放心吧 有我在呢 李七郎拍着胸脯打包票 这个时候 谁都没注意到小白脸的手指动了一下 之后李三郎和李七郎就各背着一个伤患朝着迭岭湾跑去了 庄玉堂迎仗中 蔡建成正处于极度悲痛中 庄玉堂坐在旁边并没有开口劝慰 此时此刻不管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就在这时 副将徐成坤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庄玉堂见了 面露不满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徐成坤喘息着出气 面上还残留着难以置信 将军 总督大人 蔡小侯爷被人救回来了 什么啊 蔡建成和庄玉堂蹭了一下 纷纷站了起来 怎么回 庄玉堂话还没说完 就见蔡建成急不去到徐成坤的面前 一把抓住他胸前的衣襟 急切地问着 你没骗我吧 什么叫做我儿子被救回来了 他还活着 是 小侯爷还活着 我亲眼看到的 耿宋军医那边 不等他说完 蔡建成就一溜烟地跑得没了踪影 徐成坤获得了自由 立马大口大口呼气 哎呀 宋都大人手劲可真大 差点憋死我了 等他气息平稳了下来 庄玉堂才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将军是李三郎 他带着他那才十岁的弟弟 去把李长森和蔡小侯也救回来了 庄玉堂这时也没了以往的淡定了 语气有些急切 把话说明白点 是带回了两人的尸体 还是两人都活着 是两人都还活着 我刚刚亲自上手 摸了他们的颈脉 都还跳着呢 说起这个 他也是意外极了 他们和拓拔云交战这么多年 太清楚那人的残暴了 李长森那些人 烧了北燕军的粮草 他不可能还留下活口的 可偏偏李长森和蔡小侯爷 都活了下来 庄玉堂先是震惊了一会儿 接着面色又舒展了开来 蔡小侯爷没事就好 清卫队没救回蔡小侯爷 别看蔡总督嘴上说没事 心里肯定不舒服 如今倒是不用愁这个了 说着踏步走出了营帐 直接去了军医营帐 到的时候 庄玉堂并没有看到 蔡总督和蔡小侯爷 就在他到之前 蔡总督就将 势而复得的儿子 接取他自己的营帐医治了 对此 庄玉堂没什么意外的 蔡总督是皇上的舅舅 起来边关时 皇上担心他的安危 特派了两名太医随行 此刻营帐里 只有李长森在 几个军医正在飞快地 处理他身上的大小伤口 而李三郎和李七郎 就站在一旁着急地看着 庄玉堂上前 看了一下李长森的伤 全身上下 可以说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 就这样还能活下来 不得不说一声命大 就连几个军医 也连连撑齐 李队长这身体真是壮实 要是其他身体稍微弱一点的 绝对扛不住这么重的伤 一个军医突然看向李七郎和李三郎 李队长身上的伤口是你们包扎的 对 我们没有包扎错吧 没有 你们包扎得很好 用的止血散和金疮药 药效更是厉害 我看了一下 李队长身上的伤口能够这么快止住血 完全是因为你们用的药 这些药你们从哪来的 听到这话 就是庄玉堂也看向了李三郎和李七郎 李三郎面不改色地回道 我外祖父一家是山中猎户 平时打猎的时候也会采药 我娘跟着学了一些药理 然后我们几兄弟都懂一些 这些药都是按照外祖家的老方子胡乱配的 军医一听是人家的老方子 就没再多问了 像这种有奇效的药方子 都是要留作传家的 庄玉堂看了一眼兄弟俩 又看向军医 务必要治好李队长 将军放心 我等一定尽力 不过 李队长伤得太重了 就算保住命 日后 也得好好僵养着 李七郎抬眼 看了看说话的军医 撇了下嘴 然后又飞快地垂下了眼眸 有他姐在 要不了多久 他爹又能生如火虎了 庄玉堂注意到李七郎的小动作 挑了挑眉 没说什么 向军医确定了李长僧 没有生命危险 才带着兄弟俩出了医仗 回到他的营杖 庄玉堂才出声问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救赎你爹他们的 李三郎立马将打好复稿的说辞 说了出来 除了隐去李武鸭 还杜撞了两个武功高手出来 要不是突然出现的高手 击杀了北燕兵 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将我爹他们带回来 武功高手 对 就是武功高手 他们可厉害了 刷刷刷树叶乱飞 然后北燕兵就倒地不起了 庄玉堂看了看互相打配合的兄弟俩 虽然他们的说辞没什么问题 可是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正想着继续声问下去 听见蒙外的兵说总督大人来了 一听到总督来了 李七郎的双眼就亮了起来 还兴奋地朝着李三郎眨了眨眼睛 他们真的救了一个大人物回来 他可听军医说了 那小白脸就是总督大人的儿子 还是个小侯爷 很快 蔡建成就走进了营帐 看到李三郎和李七郎 严肃的脸庞格外的和蔼 要不是这俩人 他就没儿子了 蔡建成走到李三郎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才坐到了庄宇堂让出的主位上 我听你们庄将军说了 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不错 这次能进入北燕后方救回你爹和我儿 可见你是有真本事的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来我身边做个亲卫 这是蔡建成给出的最大诚意了 对于底层军户的李三郎来说 能成为正二品大员身边的亲卫 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若是以前 李三郎或许还会答应 可是现在他摇头拒绝了 多谢总督抬爱 火爹受了重伤 我是家中的长子 我得回家照顾他 蔡建成没想自己会被拒绝 他是真心感谢这兄弟俩的 让李三郎做亲卫 既是报恩 也是爱财 你回家能做什么呢 李三郎看了看庄宇堂 火爹回来了 更改军户户籍 还做数吗 当然做数了 知道蔡总督不知道这些小事 庄宇堂主动解释 之前李长森提出的条件 是变更他们家的军户户籍 闻言 蔡建成有些沉默了 看向李三郎 你的身手不该被埋没的 尤其是你还这么年轻 假意时日 在战场上一定可以 博出一番虔诚的 不一定吧 我爹杀敌那么厉害 不还一直是个小队长吗 没本事的人都成百夫长了 听到李七郎这话 蔡建成立马看向庄宇堂 庄宇堂看了一眼两兄弟 然后朝着蔡建成低声道 回头我再跟总督解释 蔡建成想想 也知道肯定又是攀关系 走后门的 挤掉真正有本事 没背景的 这种事在哪里都屡见不鲜 庄宇堂驻守的谍领官 算是相对公平的了 他还算满意 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他难堪 只是看着李三郎 你们家的户籍更改了 你也可以做我的轻位 这并不冲突 李三郎还是摇头拒绝了 庄宇堂意外地看了看李三郎 就算李家成了名户 在这边关生活还是很艰难的 军户至少还分田地 名户虽不服兵役了 可田地也没了 如此一来 李家何以为生呢 见李三郎意志坚决 蔡建成也没再多劝 好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要是改变了主意 可以随时来找我 之后 蔡建成就没再说其他的了 端起茶慢慢喝了起来 李三郎建就这么结束了 当即不干了 他们可是救了他的儿子 怎么一点实际的好处都不给他们呢 李三郎突然捂着胸口拱起身来 做出一副极力忍痛的表情 他这动静 立马引得蔡建成和庄宇堂看了过来 李三郎愣了一下 才急切地问他 西郎 你怎么了 李七郎强撑着摇头 哥 我没事 不过就是冲金失坑 背说小侯爷的时候 被人打了一拳 我还管就好了 李三郎瞬间明白 弟弟是在做戏了 脸色有些发僵 只能硬着头皮 帮李七郎顺气做配合 好几次我都以为 我们会被北燕兵杀死 但我们装出来了 既然我们没死在北燕兵手中 那这点小伤 我一定可以扛过去的 说是这么说 可李七郎脸上的痛苦却更胜了 李三郎从不知道 弟弟竟然这么会演戏 瞧瞧这痛的五官都扭曲了 一副要不是他扶着 就要倒地的模样 他若不知道真实情况 他都要信以为真了 蔡建成看着李七郎的表演 有些沉默 过了半晌 解下了腰间的玉佩 递给了李三郎 这是本总督的随身玉佩 以后你们遇上事了 都可以拿着玉佩来总督府找我 发音一落 庄玉堂清楚地看到 李七郎眼中的亮光 猛地亮了起来 顿时忍不住伏额 转移视线了 多么似曾相识的一幕啊 这小家伙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他记得当初 在驿站的时候 他和他那双胞胎的姐姐 就是胆大包天的主 当时 他姐敢问他要药材 如今 他敢问总督讨要好处 果然是心灵相通的双胞胎呀 蔡建成记挂着儿子的伤势 向李三郎和李七郎表示感谢后 便离开了庄玉堂营帐 他一走 李三郎就问庄玉堂 要了更改户籍的凭证 庄玉堂将凭证给了他 突然问了一句 你身体好了 李三郎愣了一下 瞬间反应过来 快速捂着肋骨 还没有彻底好拳 可惜演技不如李七郎 面上没流露出多少痛苦 可信度不怎么高 庄玉堂笑了笑 没拆穿他 我瞧着你生龙活虎的 倒是一点也看不出 之前受过重伤了 你受伤到现在才一个来月吧 断了三根肋骨 还能伸入北燕后方背回你爹 你这恢复能力 真是让我惊叹呀 我身子骨结实 庄玉堂认同地点着头 看了一眼 比同龄人都要高出一个脑袋的俩兄弟 你们三父子的身子骨 确实很结实 你们这样的体格 就算是好吃好喝的大户人家 也未必养得出啊 你们这是吃什么了呀 李三郎心中一跳 大户人家都养不出 又何碰是缺吃少喝的军户 庄将军这是在怀疑什么吗 就在这时 李七郎一脸神气地开口呢 我们天天都有肉吃 看着一脸骄傲的李七郎 庄玉堂嘴角勾起了笑意 你们哪来的肉吃呀 我们自己猎的 因为天天都有肉吃 所以我们长得壮士 你们自己猎的呀 戈壁滩上可没多少动物 你们去哪猎呀 你爹和你哥都不在家 就你一个人去打猎 我们是去 就是在戈壁滩猎的 里面的兔子一窝一窝的 有很多 我不是一个人 是跟着我姐 说到这里 李七郎想到了李五鸦 她时常挂在嘴边的 她要做淑女的话 联盟改了口 是跟着我二姐去的 我五姐娇滴滴的 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 就在家学织布 你是不是说反了 你二姐在家织布吧 我没说反 你想啊 我二姐是长姐 得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是男子汉嘛 不好不出力 但是我五姐呢 是个姑娘家呀 在家享受就好了 你们兄妹的感情 倒是挺好啊 不过 你是不是有点偏心啊 你二姐也是姑娘家呀 她不该享受吗 也该享受啊 之前不是因为我还小吗 才需要她帮忙 如今我长大了 她就该享受了 等我爹和我哥回家后 她就更不用做什么了 庄玉堂看着李七郎 这个小娃头 直到问不出什么来了 看着李三郎提醒了一句 总督大人那玉佩是好东西 代表着蔡家欠你们的人情 人情最好用在刀刃上 多谢将军指点 庄玉堂顶了下头 然后就挥手 让他们下去了 两人一走 徐成坤就走了进来 郑局 你是觉得 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倒是没有 就是奇怪呀 李三郎的伤势 好得太快了 当初他受伤的时候 你还记得赵老怎么说的吗 肋骨断裂 内脏出血 至少得在床上 躺两三个月 可你瞧瞧这李三郎那样子 像是一个月前受过重伤的吗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应该认识某个医术超群的大夫 那将军为何不干脆直接问 李长森和李三郎都在军营呆过 知道将士们受伤的惨状 也许会主动说服那位大夫过来 你没瞧见兄弟俩都在顾左右言其他吗 这李家人还真是有点子运到 伤好的快 只是其一 顺他心惊的是 李家三父子 那壮实的身体 作为庄家重点培养子弟 从小各种强生健体的药育 他可没少碰 可是和军户出身的李长森一比 不管是爆发力 还是耐力 他竟比不过 而那李三郎和李七郎 因为年纪还小 身体各方面都还在增强 假以时日 可以想象日后必定是顶尖高手 想到李三郎坚决地离开之意 庄玉堂眉间就染上了怒色 日后将士生将 你亲自盯着 像那种烂鱼冲熟的事 不许再发生了 李长森是在第三天醒来的 醒来后的当天 李三郎就禀告了庄玉堂 和李七郎带着李长森回家了 回到家 李长森养了两天 稍微有了些精神 就立马让李三郎拿着户籍 更换凭证去找李老爹 李家的户籍在李老爹手中 要更换户籍 必须得找他 爹 这次我们把家也一起分了吧 李长森看着巴巴 看着自己的小女儿 摸了摸他的脑袋 先换户籍 其他的事 以后再说 对于这个回答 李武鸦不是很满意 脸色就带了些出来 李三郎见了 联盟把他拉到一旁 爹现在不提分家的事 是对的 为什么 军户有军填 普通名户想要填地 要么自己开荒 要么拿银子卖地 一听这话 李武鸦立马就明白了 一旦户籍更改了 李家如今的所有军填 肯定都要收回去的 没了田地 李家那么大一家子 靠什么生活 这些年 李家多亏了有李长森顶着 要是这个时候提分家 李家人没了军填 又没了依靠 肯定是不愿意更换户籍的 是我想少了 哥 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要敢不答应 我就打 看着凶巴巴的李武鸦 李三郎压下他捏起的拳头 你不是说你要做淑女的吗 哪有淑女动不动就挥拳头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动武 要不然 咱们有李也变得无李了 放心吧 爷那边有我 我保证今天就带着他去西宁城 将咱们家的户籍给更换了 看着自信满满的李三郎 李武鸦没说话了 那我就等着哥的好消息了 李三郎笑腻了他一眼 拿着凭证就去李家了 他前脚离开 李武鸦后脚就带着李七郎 悄悄跟了上去 如今的李家院子 早没了以前的气派 别看李家二房三房那么多人 可没了大房 连几间像样的屋子都盖不起 李家院子被烧毁后 还是在领你的帮助下 才盖了三间屋子 李老爹李老娘住一间 倒还算宽敞 但二房三房七八个人几间 就十分的拥挤了 尤其是李大郎 李二郎 李大鸭 年纪都不小了 还和爹娘弟弟妹妹住在一起 很多时候都会不方便 李三郎看着破败的李家院子 神色有些复杂 虽然在这个院子里 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快乐的 但他也确实是在这个院子出生 长大的 对这里还是有些感情的 李三郎看着手中的凭证 然后伸手捂着胸口 一步一挪 神色痛苦 十分吃力地走进了李家院子 见他这样 刚过来的李七郎撇了下嘴 哥的演技太差了 还不如让我去 李五鸭知道 他哥要如何说服李老头了 笑看着李七郎 你去可没什么分量 哥是长子 他和爹都重伤了 要是不更换户籍 魏所那边肯定又会来要人了 你才十岁 就算他们想让你去卫作 也不会收 那么就只能让二房三房的人出人了 你说就李老头和李老娘 对二房三房的偏爱 舍得让他们去送死吗 是的 绝对是去送死 他爹和他哥身子骨摆在那里 又会武功 就这样他们上了战场 都重伤垂死 更何况是李家其他人呢 其实大部分军户上了战场 能活着回来的 真的少之又少 这些年 天领团各家都在死人 有个别家直接成了绝户 整个军团都愁云惨淡的 他们家之所以能成为例外 不过是因为有他这个外挂在罢了 爷 这次更换户籍的机会 是我爹冒死换回来的 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屋子里 李三郎虚弱地坐靠在凳子上 呼吸时缓时粗 一副提不起气来的模样 李老爹看了看李三郎 眉头拧成了疙瘩 军户变更成民户 这是别人求也求不来的天大好事 可是此刻他真的很犹豫 若是没和老大一家离心 他二话不说就会同意的 可是如今他们和老大一家都不来往了 更换了军户户籍 没了军田 他们一家要怎么活下去 老大还能养着他们吗 李三郎看出李老爹的犹豫不决 也不说其他的 指示道 我和爹这般模样 是不会再上战场了 要是不更换户籍 恐怕家里得让其他人去猥琐了 这话一出 二房三房的人都紧张了起来 纷纷哀求地看着李老爹 李老娘 李老娘也急了 他可舍不得儿子孙子去死 但是他也清楚收走了军田 他们日子肯定会过得十分艰难 三郎 回去告诉你爹 换军户可以 但是他必须答应 每个月孝敬我和你爷五百钱 不然 大家就继续当军户吧 这副活脱脱 他们求着他们变更户籍的嘴脸 把用精神力偷听的李五鸦 直接气笑了 这老乾婆的无耻 简直令他叹为观止 五百文钱听着不多 可是他娘在驿站当差 忙前忙后 一个月才能拿两三百文呢 那老乾婆一开口 就要了两个人的工钱 这不还是在让他爹他娘 养着整个李家吗 李三郎里都没理李老娘 只看着李老爹 爷 你怎么说 你要是也不愿意 那我就将这张凭证卖掉给其他人 我想很多人都愿意买的 至于咱们家 铁岭关那边的站是挺紧的 过些天 再出个人就是了 三郎 这凭证是你爹冒死得来的 怎么能卖给其他人呢 这不是奶不愿意更改吗 成了民户 咱们家可就没田地了 你哪也是为生计发愁啊 三郎 你爹是李家长子 以前虽有些不愉快 但都过去了 要不 你们还是搬回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李三郎瞥了一眼狭窄的屋子 怕是住不过来吧 李老爹面上有些不自在 他内心深处真的很不想承认 李家离了大房一家 就没法把日子过起来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 李老爹看了看二儿和三儿 失望地移开了视线 都是一个屋檐下长大的 为何他们和老大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爷 我不能在外头多歹 你要是不愿意更换户籍 那我就走了 说着 李三郎就站起了身 等等 李老爹叫住了李三郎 他心里清楚 老大一家也是想换户籍的 想了想便道 三百万 你们家每个月 给我们家三百万养老钱 我立马就跟你去西宁城 养老钱 是 我们也不要求你们搬过来一起住了 但是你爹是长子 他给我们养老钱是应当应分的 你要是同意了 就跟我一块去屯长那儿 抱个背 爷 我爹是你的长子啊 你对自己的儿子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还是说 你根本没有把我爹当儿子看待过 才会这般的防备他 李老爹面色僵了僵 刚想说什么 李三郎也不给他辩解的机会 直接走出了屋子 走吧 去屯长家 姐 我们每个月真的要给他们交三百万钱吗 三百万呢 这么多钱够吃好多肉了 你没听哥对屯长说 那是李家长子给双亲的孝敬钱吗 哼 可是爹不是李家长子啊 虽然就不用给他们养老了 啊 哼 既然要分就分彻底 之前我还只想着分家 可如今看来 分家哪里够啊 得断签 断签 怎么断 李五鸭没立即回答 而是摸着下巴沉思了起来 在边关 英战乱多 生活难 导致大家需要抱团 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所以这边的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几世同堂的生活在一起 很少有人会选择分家的 提分家会引发轰动的 同时也不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的 分家都这样了 更别说是断签了 断签 太挑战这个时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的家族秩序 这事不容易办成 除非 他们拿得出 他爹不是李家亲生儿子的证据 证据 李五鸭突然想到了前世小说中提到的滴血认亲 虽然这种手段没什么科学依据 但是别人相信呀 也许他可以安排一场滴血认亲 只要证明他爹不是李家的亲生儿子 再加上李家这些年对他的苛代 这轻断定了 不过这事还得好好谋划一番 要不然以李家人的无耻 肯定会抓着他爹这个免费工具人不放的 得有人见证 从而让李家人变无可变 怎么请见证人 请哪些见证人 他要好好想想 对了 舆论也不能少 七郎 你接着去找你那些小伙伴 让他们继续在腿里散布爹不是李家亲生儿子的事 这样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行 不过这事儿岂不得 咱们得好生谋划谋划 李三郎在屯长内里立了字句 写明 李长森作为李家长子 事后每月会给双亲三百万养老钱 李老爹见屯长签了刺 放了心 便跟着李三郎去了西宁城 将军户户籍给变更了 当天晚上 李三郎神色轻松地回了家 一进家门就高兴地说 爹 娘 咱们都户籍改了 咱们现在都是普通密户了 躺在炕上 还不能动弹的李长森面上 顿时露出了笑意 好 不枉费爹 冒死一搏 爹 我按照你吩咐的 同意了爷奶他们的要求 之后不许再叫他们爷奶 那家子 跟咱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李长森情绪有些激动 眼中更是闪烁着浓浓的恨意 这样的她 金月娥和李五鸦四个以前都没见过 有些被吓到 等家的 你怎么了 金月娥联盟上前帮李长森顺气 李长森眯眼 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让情绪平复下来 我没事 你们去休息吧 等我再养两天 精神足了些 咱们就和那家人做个彻底的了断 听着这话 李五鸦几个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他爹这样子 像是要和李家一刀两断呀 李长森没让家里人失望 户籍更换的第四天 李长森就让李三郎挨个去请了屯长 屯中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者 就连一战一城都被请去了李家院子 在这些人到之前 李长森躺在木板上 被金月娥 李七郎 李二鸦先一步 抬去了李家 李老爹 李老娘 看李长森一家 突然过来 都十分惊讶 你们怎么来了 我是过来分户断亲的 你说什么 李老爹 李老娘 不约儿童地喊出声 两人脸上全是震惊和慌乱 老大 你这是病糊涂了 连自己的亲生爹娘都不认了 你是你娘怀胎十月 拼死生下来的 这血脉相连的亲情 如何能断 李老爹色力内忍地 看着李长森 满脸都是痛心疾首 一副李长森 怎么能如此不孝的模样 李长森看着这样的李老爹 心里觉得可笑至极 我知道了 也确定了 我根本不是李家的儿子 你们跟我 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 这话一出 包括金月娥在内的所有人都挣住了 只有站在院门口 等团长等人的李五鸦 露出了然的神情 难怪他爹一下就这么刚了起来 原来是身世得到了确认呢 不过他爹是怎么确认自己的身世的 李长森的话 让李老爹和李老娘都慌了神 李老爹颤抖着开口 老大 我看你真的是失心疯了 你娘怀你的时候 满军屯的人都看着你娘肚子是怎么一天天大起来的 不会 我去过戎城了 李长森直直地盯着李老娘 你还记得当年那位和你一起生产的贵人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长森冷笑一声 看向李老爹 你应该不会忘吧 毕竟当初你回了军屯 可是和不少人说起过这事的 李老爹看着李长森那笃定的眼神 咽了咽口水 虽然心中慌乱得很 可脑子却转得飞快 他想着 只要他们一口咬定李长森就是他们的儿子 他就休想奔家断亲 就得一直供养他们 你就是我们的儿子 我知道我们老了 惹了你的眼 你不想认我们了 但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这一点你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李长森用看陌生人的眼神 看着李老爹 似乎今天才认识他 我原以为这个家里 心最狠的是你那枕边人 可如今看来 你才是最狠的那个 不管是小时候 你让我带你服兵役 还是今天 我把话说得如此明了了 你就还能说出这么颠倒黑白的话来 一般人哪里有你这样的心肠 老大 你这个人从小就长得反骨 以前不听你娘的话 如今又这般疯魔的 要和我们分家断亲 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我告诉你 任谁来了 我们都是你的亲生爹娘 是吗 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那荣城那位和我长得有七八分相似的将军 又是谁呢 这话一出 李老爹哑然呢 李长三冷冷地看向李老娘 我没力气浪费唇舌 等会儿囤长他们来了 好好地分户断亲 要不然 我就直接找上那位将军家的门 到时候 你们真正的亲生儿子 就等着被赶出来吧 你赶 不装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心冷肺的人 我那么努力地讨好你 你却对我毫不关心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你不是冷心 只是因为我不是你的儿子 所以你才会那般铁石心肠地对我 在你眼里 我就是你们李家的一头认劳认怨的牲口吧 李老娘颤抖着嘴唇 看着李长三那充满恨意的眼神 心头有些发紧 但为了那位被他换出去的长子 还是强撑着说 可以分家 也可以断亲 但是你必须发誓 永远不许去登那家的门 不许去打扰我儿 这么说来 你是承认我爹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了对吧 李五鸦突然走了进来 一脸荒唐无语地看着李老娘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爹不许上门认亲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人 你哪来的脸 居然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 我爹明明是好人家的儿子 却被你恶意调换了 调换了还不算 你还从小苛待他 苛待我爹还不够 还把我哥送上了战场 好继续为你们李家卖命 你们一家简直就是多子 李老娘心里素质不如李老爹 因为长子的事早就方寸大乱 被李五鸦这么一击 直接慌乱大吼 你们不是想戴亲吗 那想戴亲就必须发誓 不许去破坏我儿子的前程 他为什么要把亲生儿子 和别人家的儿子调换 不就是想让他有一个锦绣的前程吗 这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压抑着对长子的思念 甚至厌恶 不得不把别人的儿子 当自己的儿子来养 他吃了这么多的苦 他绝对不允许李长森去破坏 李老爹听着李老娘的话 恨不得冲出去 捂住他的嘴巴 可惜李二鸦拦在他面前 李老爹痛心疾首地看着李老娘 这蠢婆子 几句话就被人炸出李长森 不是他们的儿子了 他肯定不知道 只要他们死咬着不松口 不管李长森一家闹得多熊 屯长就不会同意他们分家 断亲的 如今这一切都被这蠢婆子给毁了 李老娘根本考虑不到那么多 此刻他还充满恨意地看着李长森 你既被我带来了李家 这就是你的命 等着李家的儿子 你就得认命 你说我对你不好 可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让你将俸禄全部拿回家 你却拿去养什么拳脚师傅 我不过是让你在你两个弟弟后头成亲 稍微晚了一点给你找媳妇 你就敢自己领个媳妇回来 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 听着这些话 李武鸦气得蹊跷生烟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混蛋的人呢 看了看李长森 见他也在极力压制怒气 怕他气出个好歹 李武鸦立马朝着院门大喊了一句 七郎 让团长他们进来吧 这话一出 李老爹李老娘身子都晃了一下 然后满脸惊恐地 看着团长和义成等人 面色难看地走了进来 团长 你可得为我爹做主啊 李七郎立马哭嚎了出来 他是练声波弓的 嗓门大得很 一开口几十米外都能听得到动静 很快 李家院子这边又围满了看射闹的人 李七郎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李家人对他们一家的迫害 求求我爹 都被他们给迫害成什么样了 看着躺在木板上 浑身上下都包扎着白布的李长森 不少人都露出了同情之色 还有我哥 稍子断了三根肋骨 大夫说了 还是会留下暗伤的 我哥今年才十五啊 他之后的一辈子 可怎么过啊 团长 我爹不是他们的儿子 今天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分家 断亲 求你给我们做主啊 看着众人谴责的眼神 李老爹再也无法淡定 不不不 长森就是我们的儿子 他是因为和我们起了嫌喜 不想给我们养老才要分家 话还没说完 众人就见李五鸭一把拉住他的手 拿着一把冒着寒光的匕首 嗖的一下 在他手指上划了一道口子 接着 李二鸭飞快地端来了一个白瓷碗 接住了手指上跌落的血液 出手太快 等到两姐妹来到李长森面前 同样划破了她的手指 众人才反应过来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李老爹瞬间白了脸 直接跌坐在地上 血液相容 是为血气 血液不容 毫无关系 大家自行看吧 李二鸭将白瓷碗放到地上 任由所有人打量 碗中两团血迹竟未分明 丝毫没有融合的迹象 天哪 李长森真的不是李家老两口的亲生儿子啊 对吧 对吧 当年我就没说错吧 我就说李长森不是他们的儿子 你们非要不信 你们也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李长森哪里长得像李家老两口了 还有啊 你想 这哪有当爹的能忍心让十三岁的儿子上战场啊 是啊 李长森可是老大 可却是家里最后一个成亲的 咱们这些人家 哪家不是先紧着上战场的人 就李家反着来 原来不是自己儿子不心疼啊 难怪当初长森出世 不是李老二也不是李老三 同时越过了李大郎李二郎 非要送李三郎去喂索 现在可算是明白了呀 这个真是太狠了 看着众人议论纷纷 李五鸦将早就写好的分户书 断亲书拿了出来 给了李三郎 让他去找团长等见证人主持分户断亲 李老娘的亲口承认 再加上后头的低血验亲 即便对分家 断亲很排斥的团长等人 此刻也说不出任何反对的话来了 不管李老爹有多不愿意 不管李老娘如何哭天抢地 李长森一家还是和李家分了户 其在满屯人的签字见证下 断了亲 可谓是断了个干干净净 当天李三郎就拿着分户书去了西宁城 重新另立了户籍 总算摆脱了那糟新的一大家子了 成功分户断亲 舆论还都站在他们这边 李五鸦一家都十分的高兴 爹 现在我们不是军户了 天领团这边太偏太平级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去别处谋生吧 李五鸦开口提议 李七郎最是响应李五鸦 立马问 那去哪呢 自然是哪里繁华就去哪里了 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地方 就像在这戈壁滩上 资源贫瘠 认你天大的本事 也就多打点劣 改善一下生活就顶天了 李七郎从有限的见识里 挑选出了一处去处 臀里的范秀才 老实说什么 上有天堂下有苏行的 那里一定很美 要不我们就去范秀才说的将来 对对对 湘南水香最是养人了 西北这边又干又脏 瞧我们这皮肤 又黑又苍 一点都不水灵 受天之老人影响 李七郎也是个爱美的 那我们去了江南后 可得好好保养保养 见小妹小弟越说越来劲 李三郎不得不开口打断两人 行了 湘南再美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根本就去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为了防止边疆人口流失 咱们这边的户籍是不能随意迁出的 什么 这户籍怎么这么麻烦呀 就是 军户改名户不行 迁出去也不行 剩在这边疆也太难了 不行也得行 就是砸银子 我们也得砸走 你呀 口气是越来越大了 我问你 你到手多少银子可以砸呀 李五牙一噎 之前他带着李七郎 在戎城端呼岩家 天罗门的事 他还没跟家里人说呢 他暗暗算了一下 那一趟 他和七郎骑马赚了万两银子 是妥妥的小富婆和小富翁了 金月娥笑看着说笑打闹的儿女 转头看向李长森 咱们和那边闹成这样 我也不想继续留在囤里了 要不就搬去西宁城吧 西宁城太小了 而且离天领团还近 爹 你是一家之主 你说我们去哪 李长森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沉默了起来 只见他盯着屋顶 看了好一会儿 又打量了一番李三郎四兄妹 然后才道 去荣城吧 一提起荣城 金月娥几个纷纷想起之前 李长森在李家院子说的话 几人都有心想问一下 他爹的身世 可见李长森闭上了眼睛 一副不想谈论的样子 又默默地闭了嘴 好了 你们爹要休息了 都出去吧 该干嘛干嘛去 从房里出来后 李武鸦就拉着哥姐 嘀咕了起来 哥 你说爹让咱们去荣城 是不是想去认亲啊 不管爹认不认 他都是我们爹 我还不知道这个 爹说那人是将军 也就是个武将 武将之家 姐 你叹什么气啊 我就是觉着 武将之家 咱们就是认了好处 也不是太大呀 什么好处不好处的 别乱说 武鸦 爹若要认亲 那一定是基于血脉亲情 你别说的这么 这么 李武鸦见李二鸦半天 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忍不住替他补上 别那么功利 开口闭口 都是利益好处 对不对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认亲 对咱们家 没有实质性的好处 咱们为什么要认啊 哥 姐 你们也实际点 好不好 别活得太理想主义了 爹刚出生 就被调换了 咱们和那家人没有任何感情 血脉亲情 哼 在李家你们还没有吃够 这所谓的血脉亲情的亏吗 好了 这事不是我们该操心的 一切听爹娘的 确定要去荣城 李武鸦就拉着兄姐和弟弟 商讨了起来 去了荣城 得又住的地方吧 我们是不是要先进城买房啊 买房 这得花多少银子呀 银子的事不用担心 我们带爹离开迭岭关的时候 蔡总督上神送了一百两给我们 够我们买房的了 需要买房吗 租房不行吗 房子还是买得好 租房子总是有种飘着的感觉 一点都不像家 虽有二十来天叫过年了 哥 我们立马去荣城看房子吧 争取过年的时候能在新房子里过 好好好 现在就去买房 那哪些人去呢 我肯定是要去的 对了 还有哥 哥也得去 买房得他出面 李三郎十五岁了 在外也算得上是半个大人了 进行房屋买卖 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也要去 李七郎立马跟上 李二鸭也一脸一动 但他知道 爹受伤卧床 他们兄妹得留一个在家 给娘帮把手 那我留在家吧 李五鸭看了看李二鸭 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姐你太好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咱们家选一个最好的房子 李七郎也有样学样 也上前搂住李二鸭 姐 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 我爱死你了 李二鸭被弟妹搂得直翻白眼 赶紧推开这两个魔人的小妖精 直到自家小妹主意大 忍不住嘱咐了一句 哥 你可得堪紧点五鸭 别让他乱来 我什么时候乱来过 五鸭做事还是知道分寸的 李三郎说完 就起身去找李长森和金月娥说事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 李三郎就带着李五鸭 李七郎朝着荣城出发了 看着三个孩子出门 李长森的神色有些茫然 当家的 怎么了 你说我们搬去荣城 是对还是不对 这 监月娥有些迟疑 五鸭有句话说得好 越是繁华的地方 机会才越多 才越能驳出一番前程 所以为了四个孩子 有个好前程 她打心眼里是认同去荣城的 毕竟荣城是边关最大的城市 西域都护府就设立在那边 可是她又明白丈夫的迟疏和忧心 既然丈夫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要说她不想驱认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肯定不是真的 她知道 丈夫其实是很渴望父母关爱的 要不然面对李老爹 李老娘那般苛代 她还是扛起了李家的大部分生计 可是上门相认 人家会认她吗 丈夫只是一个长在军户之家的低频武将 和大户人家的公子少爷相差太大了 高门大户又是最热名声脸面的 此刻她很理解丈夫的忧心犹豫和自卑 当家的 咱们家的四个孩子都是好样的 我相信 他们就是靠着自己 也能驳出一番天地的 文言 李长森伸手 紧紧握住了金月娥的手 她想认清吗 想的 一方面是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另一方面也是有为四个孩子打算的意思 好人家的孩子和普通人家的孩子 哪怕浅薄如她 也知道其中的巨大差别 可是 人家想认她吗 妻子看出了她在这方面的忧虑 如此宽慰她 让她很是窝心 有了她的理解支持 她也能松口气 她都这般年纪了 事好事坏都无所谓了 她就怕耽误了四个孩子 之前 她只是粗略地打探了一下 广威将军府蒋家 蒋家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还一无所知 爸 还是等日后去了荣城再看吧 另一边 去往荣城的路上 李三郎正在奋力追赶 将自己落下一大截的弟弟妹妹 哥 认输了吧 你追不上我的 李七郎嘚瑟地跑在前头 看着跟在他屁股后头的李三郎 心情好得不得了 七郎 你还是悠着点吧 你要是被哥靠近了 他一拳就能把你给撂翻了 我知道我近身战斗不行 当然不会让哥追伤了 当天下午 三兄妹就到了荣城城墙下 姐 我们的清宫又静进了 上次他们来的时候 天都黑了 这次天还大亮着呢 三人进了城 找了家客栈住下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看房了 得意于上次满城 寻找霍言家据点 李武鸦如今对荣城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房屋分布情况 都大致知道 这为他们找房子 省下了不少时间 一百两银子 李三郎原本觉得是笔巨款 可当看过几处房屋之后 他才发现一百两银子 居然连个像样的四合院都买不起 要么是大小不合适 要么是地段不行 反正和心意的房子售价 基本都超过百两 这可把李三郎难住了 尤其是看到李武鸦 李七郎还专门挑好地段 房间多的四合院 他就更愁了 武鸦 七郎 咱们银子不多 要不往外城看看 外城 不要 外城那边的治安不如内城的好 内城各方面确实要比外城好太多 那要不 咱们选小一点的院子 你们看 咱们家也没有多少人 爹娘一间 我和七郎一间 五鸦你和二鸦一间 再加上厨房 四五间屋子就够住了呀 哥 咱们都大了 该有自己的房间了 尤其是你 都十五了 过两年都该娶媳妇了 怎么还能和七郎住一间呢 而且买房是大事 马虎不得 我们买大一点的院子 之后你就是生了孩子 也不会没地方住 小妹想得也忒远了 哎 就是有点费银子 看着他哥那忧愁的面孔 李五鸦突然反应了过来 哥 你是不是担心银子不够呀 李三郎劈了他一眼 他可算是反应过来了 谁不想要地断好 房间多的大院子呢 不就是银子不够吗 李五鸦想着 也该将白月光 黑莲花大闹融成的事 告诉他哥了 正斩酌着怎么开口 就听李七郎豪气地说 哥 银子不是问题 咱们有钱 你哪来的银子 李七郎快速看向李五鸦 李五鸦也顾不得斩酌了 直接将上次和李七郎 来融成干的事 统统告诉了李三郎 从呼吟家的据点 还有天罗门那边 我们应该赚了 差不多一万两银子 所以买房的钱绝对管高 还能剩下银子买地呢 李三郎听得目瞪口呆 睁大了双眼 嘴巴半张 一脸结舌地 看着面前的弟弟妹妹 端掉呼吟家的据点 灭了西北第一组日 天罗门的老巢 天哪 乌鸦是在跟我讲天书的吗 看着才到他腰高的弟弟妹妹 李三郎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 这事给他的冲击太大 他要缓缓 不过看着李五鸦 拿出十多顶十两重的银子 他想做梦都不得不清醒过来了 李三郎眼神复杂至极 此刻看着弟弟妹妹 他真觉得自己弱爆了 你们 你们真的 那么牛吗 哥 我和五姐牛吧 牛 摸着银子晚了好一会儿 李三郎才平复下心绪 一冷静下来 就察觉出了里头的危险 满脸的不认同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怎么就敢去招惹 忽颜家和天罗门呢 你们想过没有 万一他们人多 万一你们不敌 你们会面临什么吗 哼 忽颜家的敢在战场上盯着你 我就敢端掉他们的据点 我这样做 也算是为民为国做了件好事呢 至于天罗门 他们要来杀我和七郎 我当然要主动出七郎 不然还真的等着他们杀上门来不成 暗杀组织 做的都是暗杀的勾当 没一个是无辜的 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 没什么好说的 哥 我做事你放心 我既然敢带着七郎找上门去 就自然有我的把握 我是很惜命的 不会乱来 李三郎叹了口气 小妹胆子如此之大 十岁就敢带着弟弟去灭北烟暗探和暗杀门派 他敢放心吗 二妹的叮嘱是对的 他是得好生看好小妹 李五鸦将银子推给了李三郎 哥 别操心银子的事 放心大胆地去挑院子吧 李三郎默默将银子装进了兜里 不用为银子烦心的感觉真好 但要是弟弟妹妹不那么胆大 他会更开心的 最后经过三兄妹协商 买下了东城距离辅学 有一街之隔的一座二镜四合院 这座四合院的前主人是个读书人 院子收拾得很齐整 从临街大门进来 是隐壁 隐壁左边是一道月亮门 进来更是三间盗座房 外家庭放马至的马舅 马舅旁还打了一口井 盗座房正对着垂花门 垂花门两旁是抄手游廊 进去就是居住的院子 上房三间 一明两岸 左右还各有一间二房 东西厢房同样是一明两岸的三间房 院中还栽种着不少草木 这处院子不管是李三郎 还是李五鸦李七郎都很满意 一是地段好 二是院子不大不小 房间不多不少 刚好满足他们一家的需求 房屋过户手续是李三郎去办的 期间在和雅行负责人闲谈间 李三郎想到弟弟妹妹前段时间 在荣城闹的那一出 便壮若无意地打听了一下 荣城这边有没有什么大事 新鲜事 雅行的人最是消息灵通了 当即和李三郎说了不少 其中就提到了白月光黑莲花灭天罗门的事 这边雅行刚一起头 周围的人就围了过来 纷纷加入了议论 这事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 可荣城的人已提到白月光和黑莲花 还是这般积极 可见当初两人在荣城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李三郎全程僵硬着脸 听完了众人对白月光和黑莲花的议论 听到活泼可爱的弟弟妹妹 被说成五大三粗的打铁操汉 和阴柔很大的无言女 她内心多少是有些接受无能的 白月光 这名字挺雅致的 听起来不像是打铁汉子 倒像是位漂亮的小美人呢 黑莲花虽然是黑的 但还是莲花呀 莲花总是瞅不到哪里去的 可惜人们发散性的想象 盖过了李三郎微弱的纠正 只为兄弟 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不懂江湖了 江湖人取外号多半是缺什么取什么 对对对 白月光 那首铁柱弹的那叫一个好 朝朝一击毙命 肯定是常接触铁柱的人 才能练就这么一手好铁艺 肯定是个打铁的汉子 咱们身边打铁的汉子都是什么样的 鸡叶水魁梧 牛高马大 站在那里就够吓人的了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着姑娘家喜欢 没错 所以孤独寂寞的打铁汉子 只能望着夜空中的月光 幻想着飞下来一个媳妇 白月光 多么深的稀迹啊 而黑莲花呢 你想啊 她要长得不错 为什么不直接叫莲花呢 或者叫白莲花也行啊 可她偏偏是黑的 这不是引设她是无言女是什么 李三郎愣愣地看着有理有去的众人 他们说的都好有道理 他竟无法反驳 得 溜吧 李三郎回到新家的时候 李五鸦和李七郎还在打扫卫生 前主人将房里的家具都搬走了 他们还得添置好多东西 哥 你总算回来了 等会儿我们想想都要买些什么东西 赶紧布置起来 然后好早点回去接地娘和姐 没听到李三郎的回答 李五鸦转头看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他哥一脸复杂地看着他们 哥 你怎么了 你们怎么取的名字 为什么要叫白月光和黑莲花呀 说了名字怎么了 我觉得很有想象的空间啊 就是想象空间太大了 你们知道外头的人 是如何议论你们的吗 怎么议论的 李五鸦和李七郎都来了兴趣 李三郎立马将他人的议论 说给他们听 我是操汉子 我是无言女 李五鸦和李七郎都一点的无法接受 歪头的人脑子坏掉了 看着气鼓鼓的弟弟妹妹 李三郎趁机说 你们前段时间闹得太厉害了 以后不许再以白月光和黑莲花的名义行事了 那怎么行 好不容易才有了点名气 就这么不要了多可惜啊 是才有点名气嘛 李三郎在心里吐槽 弟弟妹妹在荣城的名气 那是高得吓人好不好 你们还要继续当白月光和黑莲花 是准备往江湖杀手这种不务正业的方向靠拢吗 李五鸦赶紧摇头 满脸严肃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什么杀手不杀手的 哥你不要乱说 我最不喜欢打打杀杀的了 这话 李三郎已经无力吐槽了 直接给了李五鸦一个白眼 李五鸦没注意 他正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咱们家现在荣城有房子了 等爹娘他们一到 我们就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了 过两天我将所有家具都给添置整齐 姐到了后 请个教书先生 然后我和姐就可以一起在家读书识字学女工了 古代规格女子的生活 她还是挺喜欢的 安安静静的 没事喝喝小茶 嗅嗅小花 不比出去累死累活的打杀来得惬意呀 对了 我还要学谈钱 天波门掌门那里得来的阴波秘诀可不能浪费了 这么多正事我都忙不完 哪有时间出去打打杀杀呀 不过 我不出去 但你们可以呀 哥 咱们家在荣城毫无根基 要想闯出一番天地来 手里不得有点筹码呀 姐说的很对 哥 要不以后你来当白月光吧 不行 白月光是我的名号 哥还是自己重新取一个吧 那哥取个什么名号好呢 一定要霸气 别人一提起就瑟瑟发抖 好姐 谁也不能落下 之前爱香门只有我们两个人 说出去都寒颤 有哥和姐加入好 勉强算是个小门派吧 对对对 姐也不能落下 那姐叫什么好呢 看着李五鸭和李七郎 就这么开始讨论起 他和二鸭的名号来了 李三郎觉得心累得很 他让他们不要再当白月光和黑莲花了 他们倒好 反过来把他和二鸭也拉了进去 偏偏他还觉得两人说的有道理 找不到理由反对 在天领团 想要活下去 只要会种地就行了 可是要在荣城生存下去 他知道他们需要学的还有很多 尤其是他们还不甘于平凡 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 总得有点过硬的本事吧 举名号得征求当时人的意见 李二鸭没来 李五鸭和李七郎讨论了一会儿 也就停下了 继续收拾屋子 哥 还有几天叫过年了 屋子我和七郎来收拾 你会聚集爹娘和姐吧 若是以前 将李五鸭李七郎丢在荣城独自回家 李三郎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可是现在 知道两人连别人的门派都说短就短 他没任何犹豫的回家接人呢 担心两人 不存在的 他现在担心的是别人 希望不要有人撞到他弟弟妹妹的手中 不然那结果 唉 李三郎一走 李五鸭和李七郎立即投入到天制家具中去了 在花银子上头 向来以李五鸭为命是从的李七郎有了不同的意见 姐 咱们花钱是不是太大手大脚了 要不还是节省点吧 我瞧刚刚那个二手术案就挺好的 不过就是桌面上有几条划痕罢了 又不影响使用 用别人用过的旧的 你拿来再用 不觉得心里个硬吗 我不觉得呀 反正还能用 李五鸭捏了一眼李七郎 他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傻弟弟抠嗽的毛病 七郎啊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赚银子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了 对嘛 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何为好生活呢 不就是想买就买 想吃就吃吗 银子赚来就是为了花的 我没说不花呀 我就是想省着点花 咱们现在不去银子 买些新东西布置屋子 看起来心里也更舒服不是啊 要不然弄一堆银子放在屋里 你拿来看呀 对啊 我就爱看银子 看着银子我心里踏实 李五鸭无语了 见傻弟弟固执己见 也没有强行改变他的意思 行 你和哥的西乡你来布置 天娘的上房 还有我跟姐的东乡我来布置 咱们各管各的 于是同一个院子 出现了两种迥异的布置风格 李五鸭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一切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布置 不会太计较价格 李七郎呢 完全跟他反着 是怎么节省 怎么来 除了被入这些贴身之物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二手货 等两人收拾好 上房和东乡看起来 那是讲究亮堂 一看就知道 是有点子家底的人住的 而西乡呢 简陋 老旧 要不是外头的房屋 还是新的 活像是住了几十年的 那种老房子 如此强烈的对比 李七郎却丝毫不在意 李五鸭同情了李三郎几秒 哥要是看到他日后住的屋子 被你布置成这样 肯定会不想是你这个弟弟的 不可能 哥比我还节省 他只会夸我会过日子的 你开心就好 屋子布置好了 李五鸭就带着李七郎 出去吃办年货去了 第一次在新屋过新年 他准备怎么丰盛怎么来 不理会傻弟弟的碎碎念 买了好多年货回来 吃的坚果零嘴 那些摆了大半个桌子 厨房里光是全羊 就买了两只 穿的家里人一人四套新衣 都是在成衣店里买的 连炮竹和烟花都买了一筐 屋檐下挂满了红灯笼 各个门口都贴上了对联和符字 一番布置下来 整个院子看上去一派喜气洋洋 临近过年 熊城南城开了夜市 李五鸭想着 房间里还少了点红色 晚上就带着李七郎出了门 想到夜市上买点铜心结和剪纸 用来装饰屋子 月黑风高杀人夜 李五鸭和李七郎提着一堆剪纸和铜心结 从夜市上回来 途经一条巷子口时 看到了里头正在进行着一场一对多的激烈搏杀 姐弟俩眼尖都认出了那位围杀的人 就是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牙行老板 商老九 李五鸭淡淡地扫了一眼 就静止从巷子口走过 没有要管闲事的意思 李七郎忍不住回头看了好几眼 姐 那牙行老板要被砍死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 他如果死了 那也是因为他自己种下了因 姐 你之前说过 来了荣城我们要多交朋友 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荣城立足 我瞧那牙行老板人还不错 咱不能和他交朋友吗 你想救他 嗯 为什么 那老板是开牙行的 和他成了朋友后 日后我们打听消息 也能更方便一些 你这么想也不错 但是 秀人不难 可我们一旦出手了 就相当于沾染了他的因果 这或许会给我们惹来很多的麻烦 和洋行老板激战的人 都是六七品的物质 能一下聚集这么多人 其背后应该是有点势力的 强龙南鸭地头蛇 尤其是我们出道中城 并且还想安安稳稳地在这里生活下去 贸然卷入别人的争斗中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觉 嗯 是我想少了 你能想到通过洋行老板来打探消息 这已经很不错了 救人也不是不能救 不过 得看收益 如果洋行老板带给我们的价值大过潜在的危险 救他也不是不可以 此时巷子里的激战已经结束了 洋行老板以一己之力拳进了对手 但是他自己也倒地不起了 李武鸦想了想 决定过去看看 走吧 过去看看那个人值不值得救 巷子里 商老九拼尽全力杀死所有杀盗后 自己也因伤势过重而倒在了血泊中 就在他以为自己就要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在巷子里时 两个半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视线中 是两个孩子 商老九重新燃起了希望 等人到了眼前 立马吃力地开口 小娃娃 帮叔叔一个忙 去酒边洋行给叔叔送个信 还想活 李武鸦边说边蹲在了商老九面前 这反应太出乎商老九的预料了 愣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李武鸦打量了一下他身上的伤势 腹部多处刀伤 伤及内脏 嘴唇发黑 手腕脖子青筋带黑 身中剧毒 你这情况 就算我们帮你送了信 除非你那边有医术抄群的大夫 否则你也活不了了 商老九没想到 眼前的小女娃 眼睛这么尖 一下就看出了他的伤势 心里又惊又震 李武鸦嘴角带着浅笑 不过 你运气不错 遇到了我 我能救你 但是我得看你 值不值得救 商老九睁着沉重的眼皮 凝视了李武鸦好一会儿 眼前这小丫头 应该只有十来岁 可说话做事 却比她还像道上的人 李武鸦见她不说话 提醒了一句 你身上的毒得赶紧减 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哟 没有人想死 商老九当即就到 我有九只骆驼商队 便管好些城里都有我开的雅行 你若救了我 我必重金大些 一天这人竟有这么多的商队 李武鸦顿时就心动了 我不要印子 要我救你可以 任我做老大 这个条件 商老九惊得瞪大的眼睛 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让一个小丫头做老大 她还要不要面子了 还没等到商老九的回答 巷子里又跑进来了几个提刀大汉 看到这些人 商老九眼中 断时浮现出绝望之色 杀到铁郎帮的三当家 竟亲自追来了 完了 这次必死无疑了 看着铁郎帮的人 直接提刀杀来 商老九同情地 看了看眼前的两个孩子 果然 人不能趁火打劫 更不能心存贪念呢 这下好了 两个小家伙 要把自己的命 给折在这里了 商老九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等了一会儿 预想中被刀砍死的巨透霉袭来 倒是听到了倒地的闷哼声 眼睛一睁 顿时傻眼了 铁郎帮的人全死了 巷子里就站着两个人 就是那两个小孩 李武鸦扔掉手中的刀 再次蹲到商老九的面前 想好了吗 商老九吃力地撇了一下头 看了看倒地不起的铁郎帮三当家 抬眼看向李武鸦当即就喊 老大 日后小弟 替你马首示战 八品高手说啥就啥 这小丫头 了不得呀 李武鸦满意一笑 手中银针滑过 一针下去 商老九就昏迷不醒了 姐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不等雅行老板醒来 将商老九送回酒边雅行 李武鸦就带着李七郎离开了 难道你还想留下来照顾他一晚上 不是 我是怕他醒来看不到我们 你怕他会赖账 有点 七郎 记着 如果你没有收服一个人的手段 就不要轻易招揽这个人 招揽了 也不能太上感争 折了人之间从见面的第一眼 博业就开始了 你要想当老大 就永远别让对方摸准你 李七郎中有所思 色懂非懂 李武鸦看了他一眼 细细解释 雅行老板身上的致命伤 我已经帮他医治过了 但是他中的毒 我只是帮他压制了下去 他要敢反悔 哼 我懂了 这就是解你收服他的手段 不怕雅行老板反悔 不 收服一个人可没这么简单 故意不帮他解毒 并不是想要挟制他 只是想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你信不信 等他一醒来 肯定立马就会让人去请大夫 这个我明白 若是其他大夫解不了他的毒 最后被解泥给解了 到时候自然就衬托出 解你的厉害了 不错 像雅行老板这种人 他能在戎城和其他边城开雅行 手中还有那么多上队 肯定是有几分真本事的 这种人都很聪明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赖账 我们能从杀他的人手里救下他 还能医治他身上的伤 就足以证明了 我们不是一般的人了 除非他摸清了我们的底线 觉得就算赖账 我们也奈何不得他 否则他不会轻易反悔的 如今我们要想的 不是他赖不赖账的问题 而是要想如何才能让他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小弟 这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情况危急 他迫于无奈才认了我做老大 你觉得那时他能有几分真心 雅行老板看上去和咱们爹差不多大 又是个有本事的 若不是为了活命 会给两个小孩子做小弟吗 会任由我们拆遣吗 我们虽然展露了一点武艺和医术 但这还不足以收服雅行老板 让他为我们所用 那要怎么办 除非我们能带给他 超出他信有一切的价值 这个我们好像不能吧 那可不一定 我告诉你这些 是想让你知道 收服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些人表面臣服于你 可内心却把你当傻子 人与人之间的前妻接触很重要 这个时候你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印象 几乎决定了日后别人要怎么对待你 像鸭行老板这种聪明人 最喜欢多姿多虑了 让他醒来看不到我们 比他一醒来就看到我们 会给他带来更多的神秘和不可控性 当人老大的 就是要够强 够神秘 今晚先让鸭行老板缓一缓 仔细思量思量 我们呢 回去好好睡上一觉 一个小弟而已 没必要他放在心上 李七郎觉得不明绝利 这一刻 李五鸭在他心中的形象又高大了几分 有边鸭行 因为有李五鸭的医治 伤老九天还没亮就苏醒了 一醒来 果然如李五鸭所料 立马让手下去请了幸任的大夫 过来给他诊治 老商啊 你这伤之前是谁给你治的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就是觉得对方医术很厉害 你受那么重的伤 都把你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哦 对了 你身上中的毒 他也给你压制住了 暂时不会发作的 我身上的毒没解 你以为你中的是什么毒 那是西域黄泉银呢 这毒出了名的难解 能给你压制下来 已经算那人本事大了 你能解吗 我可没这个本事 不过救你之人 既然能压制这毒 想来应该有办法吧 一听这话 伤老九心中一顿 那个小丫头 该不会是故意不给我解毒吧 一定是这样子的 想到那小丫头老大的说话口吻 伤老九眼皮就忍不住跳了跳 给一个十来岁的小娃娃当小弟 她有点过不了自己心理这一关 大夫看出伤老九面上的纠结 知道她遇上事了 想了想劝她 先顾这活命吧 只有命在 其他的才在呀 等大夫走后 伤老九立马招来手下 就我那两个小娃娃离开前 没说什么吗 我去 老大 就你的人是两个小娃娃呀 你没有看到人 没有 我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看 就看到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你 没看到其他人 伤老九顿时拧起了眉头 直接将她丢在了门口 这是有多不重视她呀 她到底是个重伤患好不好 一句话都不留 这是料定她不会反悔 还是那两个孩子 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觉得有她没她这个小弟都一样 伤老九头疼了起来 不管是哪种原因 无一不说明 她被那两个孩子牵着鼻子走了 而且那两个孩子不过十来岁的年纪 却能杀八品高手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的 唉 如今主动权不在她手中 她只能被动等待了 伤老九喝了药后 顾不得休息 一边等着李武鸦和李七郎上门 一边处理杀盗体狼帮的事 体狼帮是荣城地界上 势力最大的杀盗了 若是可以 她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和他们交物 可惜手下的失误 导致他们商队被体狼帮盯上 最让她头疼的是 铁狼帮霸占的铁狼口 是商队的必经之地 这事要是处理不好 日后她就别想再继续做生意了 虽然差点被铁狼帮的人杀死 但她却不得不选择妥协 不仅不能追究 反而还得舔着脸 求上去主动求和 想到这个 伤老九就觉得呕得慌 可是她没办法呀 她也想挺着腰杆子 强硬地反击回去 可惜她没这个能力 她如今的这点子家底 使她风里来雨里去 一点一点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 她没有好的家事 也没有强硬的后台 这些年开衙行跑商队 她一直做得谨小慎微的 不敢得罪任何人 就怕招惹麻烦 毁了她这么多年的心血 折到铁狼帮 这次怕是要大出血了 没办法 没有过硬的人脉 只能用银子消灾了 一想到白花花的银子 要进入铁狼帮的口袋 生老九的心 就一抽一抽地疼了起来 要是能不花银子 就把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老大 再有几天就过年了 今年的孝敬银子还送吗 手下突然找了过来 商老九沉默了片刻 方才开口 继续送 是 手下收到命令 便转身离开了 看着手下离去的背影 商老九眼中 突然划过了一丝亮光 一个念头猛地洗上心间 老大 我现在也是有老大的人了 小弟遇到事 找老大解决呀 那两个小孩子 都能杀死八瓶高手 他们背后 肯定有高人 商老九面上浮现出喜色 既然想做他的老大 那当小弟遇到了困难 当老大的 能不给解决一下吗 商老九有些期待 李武鸦和李七郎的到来了 李武鸦和李七郎 将屋子布置好了后 到了下午 才去见了商老九 老大呀 看着满脸欣喜 热情相迎的商老九 李武鸦和李七郎 微微有些不适 老大呀 你总算是来了 这不是因为伤势太重 李七郎很怀疑 雅行老板会直接扑到他姐面前来 亏他之前还觉得这人厉害呢 没想到竟是这么没骨气 瞧瞧这老大叫的 多顺流呀 叫一个小孩子老大 他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李七郎的心情 从踏进门前的严阵以待 变得不那么重视了 就是李武鸦 也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也就一丢丢意外 做牙行的 和三道九流的人打交道 不仅圆滑 而且还特别有眼力和实实物 这种人变脸跟翻书一样 做不得真 李武鸦双臂抱胸 笑看着伤老九 这么想我 是不是有东西要孝敬我 嗯 虽早就领教过李武鸦 非一般的反应 但伤老九 还是被这话弄得有些噎住了 好一会儿才干巴巴地开口 我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这个人 从今天起 都是老大你的了 李武鸦笑了笑 悠悠走到大堂主位上坐下 李七郎见了 立马坐到另一边 看着姐弟俩毫不客气地霸占了主位 伤老九沉默了一下 立马哭丧着脸 哀嚎了起来 哼 求老大救我 李武鸦挑了挑眉 单手处在桌子上 脱腮看着他 还记得昨天晚上救你之前我问的话吗 伤老九默了默 他当然记得了 想忘都忘不了 别的孩子看到有人受伤 要么吓跑 要么去叫人 就这丫头 居然问他是不是还想活 值不值得救 见伤老九点头了 李武鸦才继续 还是那句话 你值得我出手吗 老大能解决呀 你能遇到多大的事呀 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这话说的伤老九 眼皮直跳 好大的口气 是 和底蕴雄厚的世家大族相比 他的那点子家底 确实不值得一提 但是在这荣城 他自问还是有些根基的 伤老九盯着李武鸦 试探着说 追杀我的人 是杀盗 杀盗战斗力不弱 就是官府提起他们来 也是会感到头疼 除去一些大势力 很少有他们不敢招惹的人和事 李武鸦没说什么 只是问 杀盗为什么盯上你 唉 因为手下出了点疏忽 错拿了铁狼帮的货物啊 错拿 李武鸦淡淡一瞥 伤老九被看得心头一震 明明只是轻轻一扫 可他却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确实是错拿 事情是这样子的 半个月前 商队回到荣城路上 在铁狼口附近躲避沙尘暴 因为沙尘太大 同行的一些商队被吹走 留下了好些货物 无主的货物嘛 手底下的人确实起了些贪心 等沙尘暴一过 就拉走了好些 当时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 只是我们比较倒霉 拉走的货物大部分都是铁狼帮的 于是啊 就被他们给顶上了 李武鸦静静地看着商老九 确定他不像是在说谎 跟我说说铁狼帮吧 铁狼帮是荣城如今最大的沙盗 有好几百人 帮主是一个顶尖的八品高手 据说是遇到九品都不怕的那种 最大的头头连九品都不是 李武鸦也就没兴趣继续听了 直接抬手打断 把红物找出来 找个时间还回去就行了 商老九面露苦笑 要是一般人 这样做倒还行得通 可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铁狼帮 平日李商队经过铁狼口 没舍到他们都得脱层皮 如今他们拿了他们的货物 大出血都未必能解决问题 铁狼帮报复心理很强 这样做怕是不行了 我姐说行就行 你照做就是了 商老九愣了愣 看了看皆是一副 不以为意模样的李武鸦和李七郎 心头一跳 老大是准备亲自出面 事情解决了你会无条件 听我拆遣吗 当然 你是我老大吗 我自然是听你的 李武鸦看了看他 站起身 走到他身边 记住你说的话 说着 在他手中放了三颗铁柱 把这铁柱交给杀盗头子 他会给你面子的 说完就离开了 李七郎快步跟上 在经过商老九身边时 见他盯着手中的铁柱失神 眼中转了转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瞧你 多大点声啊 不就是一个铁狼帮吗 就把你难成那样了 好吧 如今呢 你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好好为我们做事 不会亏待你的 直到姐弟俩走远了 手下从后头出来 商老九才慢慢平复了心中的矩阵 这铁柱 如今荣城 怕是没人不认得 想知前西北第一暗杀组织天罗门 被端内的消息传来荣城时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若不是他亲自跑了一趟普罗山 他未必都会相信 白月光 黑莲花 难道那两个小孩子 是他们的孩子 是了 肯定是了 要不然那小女娃娃 不可能有那么厉害的身手 哎呀呀 我莫不是也要开始走大运了 背后有这么厉害的高手撑腰 我还怕 我还怕什么铁狼帮啊 第二天 商老九不顾身上的伤势 带着货物在铁狼口 约见了铁狼帮帮主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主动送上门来 若是平时看到铁狼帮帮主 商老九心里肯定是害怕的 可是此刻 手中的三颗铁珠 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铁帮主 这是我们错拿你的货物 这事就这么结了吧 铁狼帮帮主 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仰头大笑了起来 然后恶狠狠地看着商老九 我们家老三是你杀死的 三当家的武艺高强 我可没那本事啊 看着气定神闲的商老九 铁狼帮主 眯了眯眼睛 我要是不答应 商老九摊开右手 本来是想将三颗铁珠 一块拿给铁狼帮帮主的 但犹豫了一下 只给了他一颗 我家老大让我传话 希望帮主能给他一个面子 看着手中小小的铁珠 铁狼帮帮主 心头一跳 锐利的眼神猛地射看向商老九 商老九淡淡一笑 眼神不躲不闪 淡定地和他对视了起来 铁狼帮帮主 捏紧了手中的铁珠 让他就这么放过商老九 他有些不甘 可是这铁珠 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白月光 黑莲花所用的武器 就是这种铁珠 该死的 他明明打听过 商老九就是一普通商人 不应该和白月光 黑莲花有交集的 老三 只能白死了 白月光和黑莲花 连天罗门说灭就灭 他可不敢招惹这样的人 铁狼帮帮主沉默了一会儿 挥手招来手下 搬走了货物 这事了结了 说完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看着铁狼帮的人就这么离开了 商老九提着的心 总算落回了肚子 别看刚刚他好像很淡定似的 其实他很紧张 虽然白月光和黑莲花的名号很响亮 可到底才出江湖没多久 他多少还是担心铁狼帮会不买账的 走吧 回城 商老九眉宇舒展了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背后有强大靠山带来的好处 那两个小老大 他一定得好好共着 当他们走出一段距离 李武鸦和李七郎从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坡后走了出来 之所以跟过来 一是不想刚收的小弟出意外 二嘛 也是想看看白月光和黑莲花的名气 结果不错 一颗铁珠就能直接逼退铁狼帮 李武鸦对这很满意的 腊月二十八这一天 在李武鸦李七郎的热烈期盼中 李三郎终于带着李长森 金月娥李二鸦到荣城 此时的荣城热闹非凡 街道上张灯结彩 到处都透露着过年的喜气 看着繁华热闹的荣城 金月娥李三郎李二鸦眼中 都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只有李长森 应想着蒋家 微微有些不在状态 三郎 咱们家的房子 到底买在哪里的呀 虽然是头一次来荣城 虽然从来没有买过房 但是越往城中心走 房价越贵 这一点金月娥还是知道的 娘 咱们家挨着辅学 再走两条街就到了 这个地段的房子 不便宜吧 咱们虽得了总督大人 一百两银子 但还是得省着点花 在城里生活开销多 可不能太大手大脚了 闻言 李三郎脸上的笑容 有些勉强了起来 总督给的一百两早花完了 买房用了三百多两银子 母鸦和七郎 还添补了两百多两进去 李三郎也有些发愁 虽然知道弟弟妹妹手里不缺银子 但是他是哥哥 日后总不能伸手管弟弟妹妹要钱用吧 得 等过完年 他得尽快地找份差事做才行 没过多久 新家到了 还没靠近 李三郎等人就看到了站在新家门前 贴对联的李五鸦和李七郎 五鸦 七郎 听着李三郎的喊声 李五鸦和李七郎转头看了过来 看到家人来了 顾不得对联还没贴好 就奔了过来 爹 娘 二姐 你们可再来了 李长三身上有伤 李三郎租了一辆牛车 进城之后 金月鸦和李二鸦就下了车 只有李长森还盖着被褥躺在车上 李五鸦上前帮着金月鸦和李二鸦 将李长森扶下了车 李三郎和李七郎则是去搬车上的行李 看着气派的高墙大院 金月鸦面上带着欣喜和难以置信 这就是咱们的家 对啊娘 咱们快进门 进去强项我和七郎布置的新家怎么样 说完 就和李二鸦一左一右 一起扶着李长森进了门 进门之后 金月鸦就左看看右摸摸 一副看不过来的样子 这房子也太好了 总督大人给的那一百两银子 怕是已经被你们花没了吧 五鸦 一百两银子可买不了二级院子 你们哪来的银子 对着李三郎 李五鸦是敢说实话的 可对着李长森和金月娥 李五鸦并不想说真话 一是她不知道他们的接受程度 家长嘛 总是想得多 愁这个愁那个 怕他们担心 二嘛 在她看来 端掉呼人家据点 天罗门老巢这种事 不过是些小打小闹的事而已 就像小孩子在外头打架一样 完全没必要让家里人知道 于是李五鸦果断地 甩锅给了刚提着行李进门的李三郎 是哥啦 他之前出手救了一个商队 商队的人为了答谢他 直接给了他一 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怎么会给这么多 那个 商队遇到了群狼 差点全军覆没 我救了他们 他们才给这么多的 郭从天上来的李三郎说完 死尽瞪了一眼李五鸦 李五鸦直接扭开头 不看他 李长森看了看长子和小女儿 没说什么 参观完房子后 金月娥已经喜欢上这个新家了 除了觉得西厢房 有些老旧 其他的哪哪都十分满意 姐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 怎么样啊 我不值得很不错吧 李二鸦仔细地看了看东厢 满意地点了点头 屋里的东西都是崭新的 不像西厢房里 都是一些用过的旧物 咱们家就数你会享受了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住得舒服点吗 舒服是舒服了 可是银子哪里来呀 别用糊弄爹娘的那套话骗我 可要针究了什么伤对 回家后他能不说 李五鸦知道瞒不过李二鸦 也没想瞒他 便将之前带着李七郎 在荣城做的事都告诉了他 看着小妹轻描淡写的 说着他和小弟是如何端了人家据点和老巢的 李二鸦眼皮就忍不住直跳 二姐 前两天我和七郎还收了个小弟 是个开鸭行的 手里有几支伤队 勉强能用 咱们在荣城也不算两眼一抹黑了 李二鸦伸手五头 不想说话了 他总算明白哥那种复杂又欲言又止的心情了 姐 见李二鸦走神 李五鸦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姐你放心吧 我不会乱来的 我都想好了 之后咱们就在家读书十字学你功 也学学成礼人 做个斯文行径的规格小姐 你真的这么想 千真万确 真的不能再真了 李五鸦边说 还边举起手做发誓状 李二鸦勉强相信了他 随着家人的到来 李家院子开始热闹了起来 金月娥带着李二鸦 李五鸦在厨房忙活 李长森坐在坑上 看着李三郎 李七郎摆放碗筷 一家人脸上都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笑容 过年期间 趁着出门玩的时候 李五鸦和李七郎 带着李三郎李二鸦 来了趟酒边雅行 姐 哥 洋行老板就是我们收的小弟 你带我们过来做什么呀 带你们来认认路呀 之后咱们要在荣城讨生活 肯定要用得到他的地方 再来嘛 到底是开洋行的人 人花得很 我想再探探他的底 怎么探啊 跟踪他 刚好过年期间 各家各户都在走亲房友 咱们不能对他一无所知 得看看他在荣城都有些什么关系 唉 要是我们手里有可靠得用的人 就不用我们亲自跟踪了 李三郎换过几个月的军营生活 倒是见识过一些大人物身边的亲卫 可靠 还要得用 怕是只有大户人家从小培养的家生子和随从了 说起大户人家 李五鸦忍不住问 哥 你知道爹的身世吗 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哪怕知道个姓氏也好呀 这样我们也能暗中探查一下 关于亲祖父祖母一家的事 李五鸦四个还是很好奇的 但这事还得看李长森的 兄妹四人也就在私底下说说 都没有要去主动探寻的意思 李五鸦一家在荣城的第一个新年 过得很开心 离了糟心的人和事 满满都是对未来的憧憬 除了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 李家兄妹有在好好的玩乐 之后的时间 四人都在忙 忙着熟悉荣城 忙着盯烧九边商行的人 李长森和金月娥都没数孩子 过了正月十五才将四个孩子叫到堂屋 讨论了一下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咱们家算是在荣城住下了 这些天我跟你们娘一起清点了下家里的银子 三郎给的加上这些年攒的 咱们家还有八百五十多两银子 这些银子省着点花 应该够咱们一家花一段时间的 但是人不能坐直山空 把你们叫过来 是想听听你们是怎么想的 咱们一起合计合计 爹 娘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明天 明天我就去找差事 我是长子 李当承担起家中的生计 哥 咱们出到荣城什么都还不了解 能找到什么差事呀 你给我一身力气 还能找不到差事吗 卖力气的差事估计也赚不到什么银子 而且还累人不划算 爹 娘 我说说我的想法 咱们先买点地 不管怎么样有地在省 咱们总是饿不着的 这一点 大家都深以为然 都点了点头 二 宋哥和七郎到学堂读书 这个时代 大到一个家族 小到一个家庭 其社会地位 都是由家中男子决定的 想要改变阶层 就得看家中是否有出息的男子 月升阶层的唯一办法 就是读书科举了 李三郎最先开口反对 我都十五了 还读什么书呀 倒是七郎 他才十岁 他可以去学堂啊 哥啊 谁说十五就不能去学堂读书了 之前咱们跟范秀才学十字的时候 他还夸你记性好呢 可是 家里得有人看着呀 不是还要买地吗 有了地 总得我去读书 总得我去中吧 毕的事儿 有我和你娘呢 以前在屯里没条件就算了 现在有条件了 想读就去读 金月娥也连连点头 孩子不能读也就算了 能读一定得支持 三 我和姐也要去读书 姐 可没有学堂招收女学生哦 这样吧 还是我和哥回来教你吗 怎么就没有了 我都打听过了 和咱们家有一阶之阁的乔娘子 就在教女学生读书十字 姐 那乔娘子可厉害了 听说还擅长女工和依律呢 乌鸦 咱们家现在只有出没有进的 要不 我就不去了 你回来教我也是一样的 能省一点是一点 去 两个都去 这话是金月娥说的 家中两个大的 懂事的 让她心疼 什么都想着家里 什么都让着弟弟妹妹 李长森点了点头 直接拍板 好了 就这么定了 你们都去上学 家里如今 还有我和你们娘撑着呢 还轮不到你们来操心 他身上的伤 再养个一个来月 就能彻底好拳了 到时候找了差事 家里就有镜像了 再加上地理的收成 一家人怎么都能过活的 线下可不能为了 节省一点点银子 就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 这年也过了 买地和上学的事 都得抓紧 三郎啊 你今天就带着弟弟妹妹 出去打听打听 李三郎就带着弟弟妹妹 出了屋子 哥 那我们去酒边衙行吧 商老九消息灵通 正好问他 弟和薛唐的事 酒边衙行 商老九刚送走一个老客户 朕准备回后院休息 就看到李五鸭 李七郎来了 当即露出了热情的笑脸 快步迎了上去 老大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边说边引着李五鸭 李七郎 往主位上走 您若有事 派个人过来 知会我一声就行了 我立马过去见您 这样就不劳烦您 亲自跑一趟了 看着殷勤恭维的商老九 被忽视的李三郎和李二鸭 都有些结舌 弟弟妹妹说的这个小弟 真的是能屈能伸啊 李五鸭看了眼 满脸堆笑的商老九 介绍了一下李七郎和李二鸭 这是我大哥和二姐 商老九愣了片刻 然后立马转身 歉意地做一 哎哟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大爷 二姑娘见谅啊 被人这么称呼 李三郎和李二鸭 都有些不自在 不过看到自家小弟 淡定自若的 像是在自己家一样 不想被人小瞧到两人 扬装淡定地点了下头 然后目着脸不说话 李五鸭注意到了 哥姐的异样 直接忽略而过 有些事经历多了 自然也就习惯了 商老九 我们这次过来 是想跟你打听点事情 老大您说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们家刚办来荣城 想买点地 还要就是想咨询一下 进学堂的事 老大呀 荣城这边的地 你们可能买不到太好的了 为什么 因为好的田地 几乎都掌握在 大户人家手里 而大户人家 是很少进行 土地买卖的 我们不买太多 几十亩也没有吗 老大呀 别说几十亩好地了 就是几亩连成片的好地 我手里都没有 你若真想买 怕是得一亩两亩分散开来买了 分散来买 这打理起来得多麻烦呀 那没办法 像那种连成片的好地 只要有人卖 立马就有人接手 连亚行都很少经手的 就没有临成一片的地吗 有倒是有 不过都是些荒地 你手里的好地多吗 不多 边关土地平几 又缺少雨水 好的田地大家都想要 除非过不下去了 否则都不会卖地的 我手里有二十来亩 都是分散开来的 若是老大你们不着急买的话 要不等我帮你们问一问别的亚行 也许他们手里有呢 嗯 这样最好不过了 辛苦你了 能为老大效力 是我的荣幸 李三郎和李二亚 纷纷看了看伤老九 轻到这人好会说话 李五亚面色 没什么波动 买地的事先放下 又问起了上学堂的事 我哥和我弟弟要上学堂 荣成最好的学堂是 荣成最好的学堂 自然是辅学了 说着顿了一下 看了看李三郎 有些欲言又止 商老板不必顾虑 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嘿嘿 是 请问大爷 学问如何呀 谈不上学问 我就认识几个字 若是这样的话 您的年龄 对于辅学来说 可能就有些大了 不过小爷的年纪合适 倒是可以 去报考辅学了 什么小爷 我是七爷 不 我是四爷 嘿嘿 是 四爷 不能上辅学 那上其他学堂总可以吧 商老九又欲言又止了起来 李五鸦看得恼火 我说你能不能爽快一点 有话就说 我们还能吃了你呀 我这不是怕说错话吗 哼 我们还没有那么小肚鸡肠 只要你不跟我们耍心眼 故意误导我们 如果你说错几句话 这点度量我们还是有的 那我可就说了 请问大爷 你功夫如何 李三郎看了看商老九 看出他眼底的探究 淡淡回了两个字 还行 商老九在心里撇了撇嘴 果然是兄妹啊 都不好套话 嘿嘿 如果大爷武艺不错的话 可以试着报考辅学的武学观 咱们大楚 文武并举 并不存在众文轻武的情况 每年辅学招收的文科学子 和武科学子的人数 是一样多的 而咱们西域都护府 因地处边境 战事不断 对将士的需求大过于文人 所以 对于武学学子的招收条件 放得比其他地方宽一些 只要功夫够 对于学识 倒是不那么看重了 报考武学观 最后是不是都得上战场 嘿嘿 是 李武艺无语了 他们家这才脱离的上战场的命运 感情转了一圈 又回到原点了 商老九瞅着李武艺的脸色不对 想到了什么 立马又道 这上过武学馆的学子 和那些直接去当兵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武学武馆培养的是将领 讨核通过的武举人 到了军营 至少都是正七品队长起步 只要杀敌勇猛 升迁还是很快的 若是功夫足够强大 还能进京 考武状元 听到这话 李三郎有些心动 李武艺和李二艺对视了一眼 没有说话 先回家吧 买地和上学堂的事情 都得和爹娘商量 李长森和金月娥 听了孩子们打听来的消息 都有些沉默 没想到在这荣城买块地 都这么难 荣城是边关诸城中心 这里的世家大足多 他们将大量的好地 握在手里 留给其他的人 自然就少了 等等看吧 若是亚行那边 有连片的地出来 咱们立马就买 若是没有 也只能分散着买了 至于上学堂的事 三郎 你自己想清楚 你做什么决定 爹娘都支持你 最后李三郎 还是选择报考武学馆 对此 家里人都没说什么 以李三郎如今的功夫 应该算得上是八品五者了 在武学馆里学习几年 那时功夫到了九品 上战场就不怕什么危险了 二月初 辅学开始招心 李家上下都以为 李三郎容易进 李七郎容易因学识不够 而被刷下来 可结果却恰恰相反 边关文风不剩 报考文科的人很少 李七郎哪怕就学过三字经 百家姓 也顺顺利利地进了辅学 可李三郎呢 因为报考武科的人太多 他虽靠着出色的功夫通过了考核 可却在录取阶段被刷下来了 怎么会这样 李五鸦找到商老九打听消息 商老九这些年为了在荣城立足下去 结交了不少官府官员 虽都是些低品街的 但打听点消息还是可以的 我打听到了 本来大爷已经被录取了 但一个卫所指挥室的儿子临时要来救毒 就把大爷给顶下来了 这都能顶 哎 官场上的官员都是官官相护的 他们要给自己人开后门啊 咱们普通百姓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你有办法帮到我哥吗 我认识的官员品级太低了 权限太少 这事儿完全说不上话 而且告示已经出来了 就算找得到的人帮忙 也没办法更改了 李三郎没被辅学录取 李家上下心里都很气愤 哥 咱们要不要去找一下蔡总督 为了一个辅学名额 浪费蔡总督欠咱们的人情 我觉得不划算 辅学又不是只能考这一次 这次没有录取 大不了下次招新的时候我再去 总不能回回都把我给顶了吧 可是 这至少得耽误你一年的时间 一年而已 也耽误不了什么的 刚好咱们家刚到荣城 还什么都不了解 买地的事情又没有落实 我在家里也好帮把手嘛 剑林五鸦还挫着眉头 笑着上前点了点她的脑袋 好了 小管家婆 这事就这样吧 被人顶了 只能怪我运气不好 那些走后门的人 真讨厌 主要是咱们家太弱了 若是咱们家够强 别人也不敢这般 所以七郎 你要好好读书 争取明年就考童生 后年就考秀才 大后年就考举人 李七郎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很不错 很厉害 但是让他三年就中举 他心里还是没什么底的 当天晚上 李长森翻来覆去睡不着 当家的 你还在想三郎的事 你说 我要不要去找那家人 李长森觉得 在孩子前程面前 他心里那点的纠结和顾虑 又算得了什么呢 金月娥 蹭了一下 直接坐起了身 葬家的 你可千万别这样做 三郎知道了 也会不高兴的 丈夫要认清 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绝对不能是有求于人的时候登门 这样那家人如何看丈夫 如何看他们一家 我就是觉得自己好无用 孩子遇上事 我这个当爹的一点忙都帮不上 当家的 你不要这么想 不就是再多等一年吗 以咱们三郎的功夫 我相信自己的儿子 就算晚一年上学 也能博出一个虔诚的 这一年 耽误就耽误了 人这一辈子 哪能事事都顺利的 三郎大了 也该让他精精事了 李长森没在说话 睁着眼睛盯着屋顶 脸上满是复杂 纠结的神情 不过很快 又变得坚定起来 第二天一早 李三郎送李七郎 去抚学报到 李二鸭和李五鸭 等着金月娥收拾好 准备去拜访一下乔娘子 姐 你快看 爹一个人出门了 李五鸭看到他爹 竟一个人悄悄地 从后门出去了 立马拉着李二鸭 跟了上去 娘 我们出去一下 李长森的身体 虽还没痊愈 但也好得差不多了 出门活动活动 是没问题的 一开始 他没发现自己 被两个女儿跟踪了 但走到江府所在的街道时 他有些犹豫不决 不时驻步转身 然后就看到了两个 还没及时躲藏好的女儿 你们 你们 李五鸭产笑着 拉着李二鸭走了过去 爹 我们看你一个人出门 有些不放心 所以就跟了过来 李长森 逆了一眼小女儿 他还能不知道 这鬼丫头的小心思 李五鸭笑嘻嘻地 走到李长森的身边 挽住他的胳膊 爹 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随便走走不行吗 行 当然行了 就是你这随便走走 走得离咱家有些远啊 哎 五鸭 你快看 那老伯是不是上次那个 在驿站门口问我们的人 李五鸭寻声看去 当即就看到了 站在江府大门前 和小四说着什么的讲声 就是那老伯 你们认识那老伯 不认识 就是去年七月的时候 那老伯要去迭岭关 看有人 经过听领囤的时候 拦着我们问过话 去年七月 李长森的神色紧了紧 那不就是他追击北燕大将 逗留戎城回去后的事吗 他问你们什么了 看着面露着急的李长森 李五鸭眸光闪了闪 看了看蒋府 又看了看蒋盛 说有所思 没什么 他就随口打听了一下咱们家 七郎说他像人贩子 我们就没和他多说 不过听娘说 他在驿站住了好些田 还跟娘说过好几回话 李长森垂在身子的手 紧紧拽着衣衫 因为太过用力 微微有些发颤 蒋家知道他 并且还去了天领囤打探过 一定是他在荣城的时候 被蒋家人看到了 也是 他和那位蒋家二老爷 长得那么香香 他能联想到和蒋家的关系 蒋家自然也能想到 所以蒋家派人去天领囤打探了 可是蒋家人知道他的存在 却什么都没做 蒋家不想认他 李长森看向蒋家府 眼中带着深深的受伤 走 回家 察觉到李长森情绪的低落 李二丫李五丫不敢多问 扶着李长森转身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李长森就常常发呆 直到李三郎带着他到处去看地 他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从这以后 他再也没提过 说要认清的话了 连城骗得好地还是没买到 李长森带着李三郎实地考察了一番 买了二十亩分散的上好田地 因为隔得太远 不方便打理 最后找了商老九 店给了几户本分农户耕种 买地困难 李三郎还被人顶了上府学的名额 李家出来荣城 就见识到了在荣城讨生活的不容易 在这里 官有银子还不够 还得有身份地位和权势 什么 爹 你和哥想去跑标 李五鸭和金月娥 李二鸭李七郎 满脸惊讶地看着李长森和李三郎 金月娥急了 跑标多危险呢 不能不去吗 这是我和三郎一起商量后决定的 在荣城找份好差是不容易 就跑标赚的银子相对多一些 我和三郎一起跑标能相互照样 我们只押送荣城周边的标 不走远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跑标走的地方多 能长见识 我长这么大呀 除了天岭屯周边 还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呢 再来就是 我和爹练武这么多年 也不能就这么浪费了呀 跑标是最适合我们的差事了 没准日后 我和我爹也能拉起来一个标局呢 李五鸭看着两人 并没有说什么 他心里是理解他爹和他哥的 他爹是一家之主 自然是想撑起这个家的 他哥的想法估计也差不多 所以即便家里暂时不缺银子 两人也想多赚点银子回来 这是个人的价值和追求 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决定 尊重就是了 随后 李长三带着李三郎 跑起了标 李七郎去府学上学 李二鸭和李五鸭 去乔娘子那里 读书识字 学女工 金月娥就在家 照顾一家人的衣食入行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事要做 李家的生活就这么安定了下来 转眼到了四月 四月初二 尊老九来李家找李五鸭 金月娥出门买菜去了 大门紧闭 尊老九敲了一会儿门 键没人开 正准备离开 却隐隐地听到院子里 传来了一件破空的声音 他也是习武之人 一听这声音就知道 是有人在练剑 对于李家 他心里真的十分好奇 一开始 他以为李五鸭和李七郎 是白月光和黑莲花的孩子 可见过李长森和金月娥后 他知道他弄错了 为此他还专门派人去查过李家 这一查不得了 一个军户 竟然在战事吃紧的时候 便更成了名户 这也太奇怪了 他们怎么做到的 九边雅行在好些边城都有声音 他恰好认识一个迭领官的使长 便知道了李家户籍更改的缘由 李长森火烧北燕粮草 还能活下来 李三郎李七郎敢冒险 深入北燕后方救赴 最后还成功了 这些无不显示李家的不一般 所以哪怕探查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家 没什么背景和关系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李武鸦和李七郎的功夫 他见识过 能杀八品武者 那其他人呢 院子里练剑的人又是谁呢 山老九没忍住好奇 悄悄地翻身上墙 然后就看到了院子里 手握长剑 舞得又快又利落的李二鸭 剑有多快 快得他几乎看不清剑 只能看到一道道太阳反射的剑光 谁 声音刚起 山老九心中就涌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想也没想就喊 二姑娘 是我 山老九 话音刚落 山老九就看到冒着寒光的长剑 静止抵着他的喉咙 而他整个人已经躺在了墙下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剑剑尖锐而冰冷的触感 太快了 他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此刻的山老九一点都不怀疑 若不是他早已不出生 他恐怕已经没命了 看清是山老九 李二鸭皱了皱眉 舒服得见 你怎么来了 好好的 干嘛翻墙 山老九一边挣扎着起身 一边回 二姑娘 是这样子的 之前三姑娘让我打听 有没有适合开药铺的铺子 我这边不是有消息了吗 就立马过来告诉她 我刚刚敲你们的门没人印 我又听到院子里面有声音 这才忍不住翻墙看看她 李二鸭知道 开衙行的人圆滑得很 说的话不能全信 猜测她可能是想探查李家的情况 脸色就不是很好 日后不要再翻墙了 我不是每次都能收住手的 不敢了 不敢了 绝对不敢了 五鸭还在乔娘子那里练琴 一个时辰后才会回来 你若有事可以先请离开 山老九想说她没事 可见家里只有李二鸭一人 只能先离开 一出李家大门 山老九就不住地拍打胸口 和擦拭额头上的冷汗 吓死我了 山老九摸着冰凉的脖子 心中莫名有些悲哀 他可是八品五者呀 放在荣城那也算得上是高手了 可是瞧瞧他遇到的这四兄妹 都是些什么怪物呀 小小年纪 一招就能要了他的命 惊惧过后 山老九又高兴了起来 李家兄妹越强 说明他们背后的师长就越强 看来白月光和黑莲花 十有八九真的是他们的师长了 山老九离开后没多久 李五鸭就抱着古琴回来了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他娘和隔壁邻居热情地打招呼 可对方却视而不见 静止转身回了屋 娘 金月娥正尴尬 看到李五鸭回来 脸上重新扬起了笑容 只好这种人就别搭理了 咱们家刚搬过来的时候 他们还挺好的 怎么这段时间突然就冷淡了起来 还能为什么 摸清咱们家的底了呗 李二鸭从屋里走了出来 左边的邻居家里有个秀才儿子 右边邻居家里有人在都护府当差 我们就一普通人家 他们自觉高我们一等 所以就不愿意搭理我们了 怎么这样啊 其实这样挺正常的 天领团是熟人社会 大家有事都会帮把手 所以关系比较好 可是在荣城 谁也不认识谁 你得有价值 得为别人带来利益 别人才会主动讲好 娘 之后你习惯就好了 唉 金月娥叹了口气 和两个女儿一起进了门 原以为到荣城生活 只是换了个地方住 这住下之后才发现 生活的环境变了 以前的形式想法都得跟着变 回屋后 李二鸭将商老九来过的事 跟李五鸭说了一下 还顺便说了说 吓唬她的事 吓得好 别看商老九表面 对咱们挺殷勤的 可她心里 指不定有什么小九九呢 知道咱们的厉害 她做事也好尽心些 你想开药铺 这得花多少银子 我手里还有八千多两银子 足够了 好好的 怎么想着开药铺了 八千两银子 听起来是挺多的 可是根本就禁不住用 隔几年十六了 节年也十四了 不管是娶亲还是嫁人 都很费银子的 我和七郎跟着也大了 这些不得早点考虑啊 再来 我也想要咱们家的生活 更好一点 如今家里里里外外 都是娘一个人在忙活 太辛苦了 要是咱们家 也能用得起 鸭魂脖子就好了 李武鸭是个说做就做的性子 既然商老九看好了铺子 第二天 她就和李二鸭 去实地看了一下 店铺的大小位置 李武鸭都很满意 这铺子不错 还带着后院呢 后院可以住人 还可以处理药材 李二鸭看着不住点头的李武鸭 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开口 乌鸭 你真的想好了 要开药铺 当然 可是 咱们先不说银子的事 开了药铺得有大夫吧 你准备自己上 当然不是了 我这么想 就算出来作堂 估计也没人敢让我治病的 不过 我可以请作堂大夫吗 我已经让商老九 帮我留意了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开药店 你总得卖药吧 你的药材准备从哪里来 这个呀 我前两天就给师傅去过信了 刚开始这段时间 就先用 天池谷那边的药 等药铺运转起来了 就可以收购药材了 刚好商老九手里不是有商队吗 收购药材也不是太难的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依赖商老九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咱们手里没有可用之人 当初就有商老九 我就是看中了他手里有商队 你早就想开药铺了 对呀 一是咱们家总得有个营兽 二来嘛 来着世上一遭 总得做点有价值的事 姐你放心吧 如今咱们家没有任何底蕴 所以免不了要多靠着点上老九 但等我们家起来了 培养了自己的人手 就可以不用时时都指着他了 从小你主意就正 想事情比我和哥都还要周全 既然你都想清楚了 那就好好干 对了 药铺铭你想好了吗 就叫神农藤吧 店铺确定下来后 李五鸦去了酒边雅行 见商老九 要了笔墨 又涂又画的一番后 拿着图纸 向商老九细说了一下 店铺的装修风格 怎么这么多的药柜 别的药铺 至少得留一半的空间 给作馆大夫看着 咱们的药铺 只摆两张桌子 是不是有些寒碜啊 李五鸦看了一眼商老九 不回反问 苏唐大夫你找好了 啊 我已经和几个相熟的大夫说好了 只等你看过之后 就可以定下来了 他们的医术如何 医术还行 看病救人 绝对没有问题 你说的还行 就是只能看一些 普通常见的病 对吧 商老九僵硬地笑了笑 算是默认了 不是他不想找好大夫 实在是真正有本事 又名气的大夫 要不自己开了药铺 要不就是早被人请去了 他想找也找不到啊 就管大夫没有过瘾的医术 我就是将整个药铺都拿来看着 也不会有多少病人的 如此一来 咱们可就比不过其他药铺了 生意怕是不会太好 其实 我倒是认识一个医术不错的大夫 但是那个人对工钱的要求有些高 若是 不用了 咱们药铺不需要医术太高的大夫 商老九愣了 药铺不要医术高的大夫 那还怎么赚钱 李五鸭想到日后很多事都需要经他的手 还是耐心解释了一下 做生意的想要赚钱 都得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既然咱们在做管大夫上比不上其他药铺 那就只有在其他方面弥补了 呃 什么方面啊 开药铺的 赚钱的地方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看病 一个是卖药 看病不行 那就卖药好了 他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过做管大夫 他开药铺主要是为了卖成品药 大夫做管看诊只是顺带的 李五鸭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图纸 让他按照他说的来装修药铺 生老九看了看李五鸭 见他一副熏有成竹的模样 暗自在心中告诫自己 一定不能因为对方年纪小就轻视对方 亏得他之前还担心李家人什么都不懂 怕药铺开不成 可如今一瞧 人家早就想好怎么开店 哎 姑娘放心 我一定找最可靠的人帮咱们药铺装修 你手中的伤队有空闲的吗 刚好有一支伤队 还在城里休息 姑娘要用吗 李五鸭拿出一张纸条 递给商老九 去这个地方 另一批药才回来 商老九接过纸条一看 眼皮就忍不住跳了跳 天山 竟是天山 虽然从天山运药说明不了什么 可是一想到当初 李五鸭医治自己时那手高超的医术 他就忍不住要多想 看向李五鸭的眼神都变了 天山 那里头可是住着传说中的神医啊 先是和白月光黑莲花有前者 如今又一次和天山上的神医都有关联 这李家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呀 不行 我得去亲自确认一下 若是 若是李家真的和天山神医有关系 我保证日后就好好给这个小丫头当小弟 再也不懂想西想了 嘿嘿 姑娘 药材运送关系药铺能否成功开启了 我想亲自跑一趟 随你 李五鸭似笑非笑的看了山老九一眼 他清楚这种从一无所有 打拼出一点家庭的人有多现实 他不怕人现实 也不怕他重利益 重利才好呢 只要能一直给他带来利益 他就能为他所用 你得先把座管大夫带过来我看看 对了 还有药童 开店之前这些人得培训一番才行 山老九是个办事效率高的 第二天就将座管大夫和药童 叫来了酒编牙行给李五鸭看 李五鸭没有直接出面 而是让山老九出面考教 他在后面观看 看过之后 定下了两个座管大夫和六个药童 便给了山老九一本 他事先准备好的培训手册 我们药铺和别的药铺不太一样 主要是卖药 大夫呢 看诊是其次 最主要的 是帮助进店患者了解 咱们店卖的药的药效 培训手册上的药 是接下来一段时间 咱们药铺主售的药丸 你腾抄几份给座管大夫和药童 让他们务必接劳药丸的药效 殿下作管大夫和药童后 山老九就将装修店铺的事 交给了新妇去做 然后就急急忙忙地 带着一支商队去了天山 到了天山脚下 山老九放飞李五鸦 交给自己的金雕 看着金雕飞入天山深处 等了半个时辰的样子 就看到一个壮汉 一手提着两个硕大的棚箱 从树上飞了下来 落地无声 山老九眼皮又开始跳了 呃 前 前辈 是三姑娘 让小的来拿药材的 三姑娘 谁是三姑娘 是五鸦 是五鸦姑娘 你怎么连五鸦的名字 都记不住 真傻 展鹏将四个藤箱放下 等着 还有六箱呢 呃 还有那么多箱子 那我派人 跟前辈一块去拿吧 这样快一点 展鹏面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指着山老九和他带的伤对 就你们还帮我 哼 比五鸦和七郎还要弱 瞎耽误我的时间 好好等着 说着身形一闪 消失在山老九等人的视线中 过了好一会儿 山老九和手下的人才回过神来 好快的速度 老大 那人好大的压迫感 他的功夫得有多厉害啊 山老九咽了咽口水 那壮汉绝对是九品高手 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 老大 李家人认识这么强的高手 他们到底什么来头啊 什么李家人 会不会叫人 给我记着 日后再见到李家人 要叫爷 姑娘 老爷 太太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山老九神色一松 招呼手下将地上的滕箱 搬到马车上去 手下搬箱子的时候 颠了颠重量 有些结舌 老大 一个箱子至少有百斤重 那人竟然一手提着两个 还在树上飞 这也太厉害了吧 山老九等人感叹完没多久 展鹏再次出现 这一次 他一手提着三个藤箱 山老九等人见了都一脸崇拜 展鹏将药箱放下 看向山老九 武鸦他们在城里住得怎么样呀 嘿嘿嘿 还行 那么多人住在一起 无言涨气的 还是山里好 武鸦都这才去荣城多久啊 眼光就变得这么低了 像你这若不禁风的样子 他居然受你当小弟 也不怕丢人 山老九顿感心脏上被插了一箭 我很弱吗 我也是八品估者耶 八品估者 难道 给人当小弟的资格都没有吗 太烧人了 山老九深受打击地 带着药材回了荣城 回去后 就一心一意地 忙活起药铺开张的事来 再也不敢有其他心思了 他现在要还觉得 李家人是普通人家 那他就是脑子有包了 高超的医术 天山 虽然没有证实 可他心里已经认定了 李家绝对和传说中的 天山神医有关 别人求也求不来的机遇 被他碰上了 他不好生珍惜 是要遭雷劈的 药铺装修好后 李五鸭和李二鸭 再次见了山老九 第一眼 姐妹俩就发现了 山老九的不一样 对他们更加的恭敬了 发自内心的那种 李五鸭笑了笑 就去查看药铺的装修进程了 李二鸭虽有些纳闷 但他不是个外露的 点了一下头 就跟上了李五鸭 药材运回来后 李五鸭带了两箱回家 剩下的等药铺装修好了后 就让山老九分门别累的 装进了药柜 经过了一个月的忙碌 药铺总算弄好了 端午前一天 荣成多了一家 名叫神农堂的药铺 这新店开张 怎么连五十队都没请啊 这老板也太扣门了吧 难怪没人进店呢 你们看药铺大门上挂的是什么 本店主寿 风热丸 风寒丸 除回丸 退烧丸 震痛丸 伤寒丸 喝水吉福 药效显著 如今药铺售卖的药 大多是需要拿回家熬制的 药铺卖的药丸是很少的 神农堂推出这么多丸药 倒是吸引了一批客人 不过大多数人都在观望 挖银子购买的很少 李五鸦对自己制作的药很有信心 哪怕药铺开张 没什么生意 她也不着急 将店铺里的事交给商老九后 就拉着李二鸦回家了 之后姐妹俩就安心地跟着乔娘子上课 可是没想到才几天的功夫 药铺就出事了 怎么回事 李五鸦和李二鸦急忙赶到神农堂的时候 药铺大门已经被官兵拿封条封了 商老九看到两人立马拦住两人 拉着他们去了角落 店铺里的作管大夫和药同都被抓走了 为什么呀 哎呦 有人去官府举报 说吃了神农堂的药丸就一并不起 如今人已经厌弃了 有人不想神农堂继续开下去 对不对 应该是的 这些天药铺卖出了不少药丸 怕是有人察觉到药丸的好处 想据为己有 开牙行以来 类似的事他见过不少 都是一些没背景 没关系的普通百姓 弄出了一些不错的东西 然后就被人使忌摘了桃子 李二鸭怒了 这还有没有玩法了 别人的东西 抢抢就抢呀 嗯 哎 商老九叹了口气 他也没想到 小小的药丸 能被大人物盯上 李五鸭压下心头的火气 看着伤老九 以你的经验 我们要怎么才能救出大夫和药桶 这种事以前 我也遇到过 但凡能解决的 都是割了肉的 咱们怕是 得舍弃一两种药方了 我说一种也不可能 那只能搬出更厉害的大人物 来挟制对方了 你能查到幕后主使 我 我马上去查 好 请量快一点 李五鸭看着被封的神农堂 神色漠然 如此明目张胆 不顾规矩行事 那就大家一起这样好了 探查查封 神农堂幕后主使一事 商老九十分的积极 几乎动用了手里 所有的关系来打听 没办法 神农堂从选店铺到开张 几乎都是他一手筹备的 名念上 他就是神农堂的管事人 李家这边 一直只有李五鸭 李二鸭和他交涉 姐妹俩一个十一岁 一个十四岁 就算他说 他们才是神农堂主使 估计都没人会相信 他被架起来了 如今官府只是查封了药铺 抓走了坐管大夫和药同 并没有追究管事人 可是若是针对神农堂的人 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那么下一步 肯定就是来找他了 商老九级的步行 他的大部分家底都在荣城 他是跑不掉的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搞不好 他的衙行和商队 都要遭受灭顶之灾的 果然呢 凡事都是有利有利 福祸相依的 遇到李家人 他以为找到了靠山 可没想到这么快 就遇到了祸事 希望李家人靠谱点 千万别把他给折了进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方打探 当天晚上 商老九就打探到了 查封神农堂的幕后主使 当即来了李家 告诉了李五鸭 是都指挥室的儿子做的 李五鸭皱了眉头 他没想到 针对神农堂的人 来头这么大 商老九焦急地看着李五鸭 当得知出手之人 是都指挥室的儿子时 他的心都凉了 都指挥室 正二品大员 荣城的最高掌识人 能挟制他的 也就朝廷派来的蔡总督了 商老九 丑了丑李五鸭的脸色 鼓起勇气 姑娘 都指挥室的儿子 就是看上了咱们 药铺售卖的那些药丸了 我能这么快打探到消息 也是对方故意露出来的 想让咱们主动 求上门去呢 姑娘 其实这事 想要解决也不难 若是姑娘 不愿意交出药方 可以和都指挥室的儿子 合伙开药铺 到时候分银子给他 我辛辛苦苦地开店卖药 那人一分钱一分力都没出 我还得给他分银子 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可是姑娘啊 是比人强 只要我们还想在荣城开店 这该低的头 还得低呀 这荣城赚钱的生意也不少 为何就盯上咱们了 不就是看咱们好欺负 奈何不得他吗 行 这让我知道了 我会解决的 你回去休息吧 尚老九很想问一问 她想怎么解决 可李五鸦已经转身回屋了 她只能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 回房后 李二鸦还在等着李五鸦 见她回来 立马问 尚老九怎么说 一个小生物而已 很好解决 你要怎么解决 姐 你就放心吧 咱们家刚外双城住下 我不会乱来的 到底是官官府 要不 让七郎拿着玉佩 去找下蔡总督 不要 李五鸦直接拒绝了 御事就求人 不是他的性格 神农堂才刚开店 就遇上了事 日后指不定 还会有多少事发生呢 他们能次次都去求人吗 哥宁愿管一年上副学 都没去找蔡总督 我这点子小事就更不用了 乌鸦 不管你想怎么解决 都得跟我说一声 你姐我虽笨 但多少 还是能帮把手的 姐 你才不笨呢 咱们家如果说我和七郎是跳托派 那你和哥就是内袖派 如果我和七郎是野马 那你和哥就是缰绳 关键时候拉着我们 让我们不至于横冲直撞 你呀 还知道你自己比较跳托 比较野呀 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那你还不好生改改自己的性子 改不了了 我也不想改 姐妹俩说了一会儿 就各自回屋睡下了 丑时初 确定家人都进入梦乡后 李五鸦悄无声息地 推开了窗户 几个跳跃就出了李家院子 夜深人静的夜晚 零次至比的屋檐顶上 一个轻盈灵活的身影 起起落落 一路直奔内城中心 都指挥使的府邸 之前在探查 霍言家据点的时候 李五鸦就着重记下过 轻而易举地就摸了过来 作为容成权力最大的人 都指挥使的府邸 自然是戒备森严 隔了一条街 李五鸦就察觉到了 两三道强者的气息 无疑不是来自都指挥使府邸 难怪敢这么无法无天 想抢谁就抢谁 连九品高手都请了三个来看家护院 按照李五鸦前世的脾气 但凡威胁到他安全和利益的人 他是不会留守的 但是这里不是秩序混乱的末世 一切都还有规矩可言 他只得压下心中的杀影 外放出精神力 无声地避开了那三个九品高手 没和他们正面冲突 都指挥使只有一个儿子 在精神力的探查下 李五鸦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院子 并悄无声息地进到了他的房中 长得是模狗样的 可惜却不干人事 李五鸦可惜地摇了摇头 一颗铁珠射出 点开了他的嘴巴 直接将一颗断肠丹给他喂下 看着都指挥使的儿子 嘴唇瞬间变得暗红 李五鸦没有多留 快步出了屋子 在离开都指挥使府邸前 李五鸦想了一下 又转身去了都指挥使的院子 在他床头放下了一颗断肠丹后 才离开了 李五鸦飞出都指挥使府邸 有两条街的时候 夜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道凄厉的嘶吼声 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李五鸦嘴角勾了勾 随即心情大好的回家睡觉去了 听说了吗 昨天都指挥使府邸进贼了 怎么可能 都指挥使手底下养成那么多高手 怎么可能让贼人进府 商老九一晚上没睡好 早上顶着两个熊猫眼 打开了衙行大门 然后就听到了隔壁店铺老板的议论声 你们说什么 都指挥使的府邸 真的进贼了 周围店铺的老板和商老九都熟 也没瞒着 快速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了他 可不就是进贼了 好像还伤了都指挥使的儿子 一听这个 商老九的脸色猛的一变 心肝更是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刚想再打探点消息 就看到李武鸦来了 商老九哪还顾得其他 连忙回了店铺 一进门就急气地说 都指挥使的府邸进贼了 你好歹也是 雅航和商队的老大 预设能不能淡定点 商老九苦笑 事情太大 没法淡定呀 我过来就是和您说这事的 真的是 使您背后的人动的手 李武鸦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商老九有些艰难地问 您背后的人 做了什么 都指挥使的儿子 敢这么明目张胆无法无天 不就是觉得 在荣城的地盘上 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吗 现在好了 有人教他怎么做人了 姑娘 这样做 我怕是不能继续在荣城混了呀 把心放回肚子里 你还可以继续在荣城混 只要你不掉链子 这事过后 说不定还能往上走一大步呢 商老九愣了愣 不解地看着李武鸦 得罪了都指挥使 还能往上走 李武鸦拿出一个寸长的白色瓷瓶 吃过午饭 你拿着这药瓶去都指挥使府 直接说你能解都指挥使儿子的毒 我这样去 岂不是告诉都指挥使 昨天晚上的事跟我有关吗 那他们还不得直接弄死我呀 神农堂是你帮我开起来的 就算你不去 很快他们也会找上你 商老九 我没有想过要坑你 你是做生意的 应该知道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只要这事过去 你就是神农堂名面上的掌势人 我是个姑娘家 又是个懒散的 我喜欢银子 但不喜欢李氏 你懂我的意思吗 商老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 那些药丸 能让都指挥使的儿子都眼红 他自然明白 里头的好处肯定很大 可是 这事闹得这么大 要怎么解决呀 越是位高权重者 越是贪生怕死 都指挥使府邸 请了三个酒品高手看家护院 可是还是让人轻而易举地进屋下毒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可以随便要了他们的命 不错 这一定会让他们有所顾忌的 人只要有了顾忌 行事就不会随心所欲了 你告诉他们 神农堂只是想做太平生意 这次是他们先不守规矩 所以才有人忍不住出手教训了一下 商老九飞快地计算着其中的风险和得失 片刻后 咬着牙上前将瓷瓶捏在了手中 姑娘放心 我会办好这事的 李武鸦满意地笑了 站起身 我要去上课了 等你好消息 说完就离开了 商老九看着李武鸦蹦蹦跳跳离去的背影 深吸了口气 才平复了心中的震荡 商老九几乎是数着时间 等到了中午 草草吃了几口饭 便紧握着药瓶 去了都指挥使府邸 摧腐 看着气派森严的都指挥使府 商老九心里有些忐忑 同时又有几分激动 他拼搏了近三十年 最近心里结交官员 银子没少花 可是却只能结交到一些低聘官员 而认识李家兄妹不过短短数月 他就站在了荣城全市最大官员的府邸前了 他知道李家人有些来头 可他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猛 竟敢直接正面和都指挥使叫板 商老九看着催府大门前的侍卫 心中不住地为自己打气 他知道自己这一步踏出去 很可能会遭受巨变 输掉所有家底还是轻的 说不定还可能搭上小命 可是他还是想再拼一次 看看跟着李家人到底能博出个什么样的未来 与此同时 催府正愿 听堂里 多指挥使催豪面无表情地坐在主位上 时不时地扫一眼放在桌子上的半颗红色小药丸和铁珠 心中又怒又惧 白月光潜入了他的家 避开了三个酒品高手 避开了府里所有的护院 畅通无阻地进到了他和儿子的房间 成功地给儿子下了毒 也给他留下了一颗毒药 如此赤裸裸的警告和威胁 让催豪怒不可遏 同时又满心恐惧 有人将毒药放到了他的枕边了 而家里的护院却丝毫没有发现 这说明什么 说明对方想取自己的性命 轻而易举 催豪面上带着深深的忌惮 深吸了几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家里有三个酒品高手 可是白月光还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境来 由此可见 白月光的功夫远在酒品之上 被这么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厉害人物盯上 催豪很是头疼 但他想破了头 也想不明白 催家到底何时招惹到了这个白月光 这时 一个丫鬟满头大汗地过来禀报 老爷不好了 少爷又开始偷血和拉血了 徐老大夫说 再这么下去 少爷会失血过多昏迷过去的 催豪顿时急了 砰的一掌打在了桌子上 将隔壁的大夫都叫了出来 还没想出解毒的办法来吗 几个大夫都齐齐摇了摇头 你们都是荣誠颇有名气的大夫 怎么连个小小的毒都解不了 崔大人啊 此毒配置很是刁钻 我等得先将毒的配方研究出来 才能根据配方来解毒啊 可是我儿子等不了 他从昨晚到现在 就一直在吐血拉血 他有多少血压 经得住这么浪费吗 仲大夫垂头不说话 崔豪看得烦躁 挥手让他们下去继续研究 就在这时 管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大人 门外有个叫伤老九的 他说他能解少爷身上的多 崔豪神色猛地一震 先生面上一洗 接着面色又迅速地沉了下来 儿子中毒的是 他严令府中诛人外传 那个叫伤老九的是怎么知道的 崔豪双眼眯了眯 吩咐管家把人带了进来 很快 伤老九就站在了崔豪的面前 崔豪命无表情地看着伤老九 眼神带着审视和探究 并没有开口说话 无声的压迫朝着伤老九扑来 伤老九的心中紧了紧 犹豫了一下 决定率先打破沉默 主动出声自我介绍 见过都指挥使 小的乃神农堂管事 崔豪眉头挑了挑 胆子够大的 不过还是没说话 伤老九咽了咽口水 咽着头皮继续 都指挥使可能不知道 神农堂只是一个刚开的药铺 主要售卖一些药丸 就在昨天 一队官兵过来将神农堂给查封了 还抓走了作管大夫和药桶 说是我们的药铺的药 吃死了人了 听到这话 崔豪眸光闪了闪 心里好像明白了什么 伤老九看了看崔豪 不只会是明鉴 我家主人在医术上颇有些造诣 他配置的药碗 是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 见崔豪还是无动于衷 伤老九想了想 将手中的药瓶给拿了出来 我家主人说了 神农堂只想安分手挤地开药店卖药 不想和任何人为敌 这时我出门前 我家主人给我的解药 特意吩咐我 让我务必转交给都指挥使 管家接过药瓶 交给了崔豪 崔豪看了看伤老九 捏着药瓶把玩了两下 没打开查看就给了管家 送到永辉院子 让他扶下 管家拿着解药离开了 崔豪仍然没和伤老九说话 伤老九的心里有些发紧 但还是硬着头皮强撑了下去 听堂里死一般的寂静 足足过了一刻钟 崔豪才开口 你就不怕我拿了解药就杀了你吗 山老九学着李武鸦的样子 露出自信的微笑 我家主人说了 都指挥使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你家主人 他好大的胆子呀 连我的腹地也敢擅闯 连我的儿子也敢随意毒杀 都指挥使误会了 我家主人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像贵公子误会了我们神农堂 是一样的 崔豪面色一冷 他听懂这人的意思了 永峰看上了神农堂 并动用他的力量查封了神农堂 是永峰先仗势其人 所以才引来了白月光潜入崔府 对永峰下毒 并用毒药警告他 你的主人是白月光 山老九沉默了片刻 白月光和黑莲花 李家兄妹都很少提及 想了想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不是 不是白月光 那你的主人是谁 毒指挥使 这个 我不想编个人出来骗你 我家主人 只是一个热衷于专业医术的无名之辈 嘿嘿嘿 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 能抢得都灭了天罗门的白月光出手啊 这就是学医之人的厉害之处了 人嘛 谁都有一个生病的时候 我家主人医术了得 游历山河之时 随手医治过不少人 是已存下了不少人情 这话说得很有技巧 透露了两点 一是神农堂主人 医术高明 二是神农堂背后有人 而且还不少 崔豪眸光沉了沉 这事 他也不想再继续追究了 哪怕他在荣城 全是滔天 可是真要被一个酒品 绝点高手惦记上 他也只有归缩的味 就在这时 管家回来了 朝着崔豪点了点头 崔永峰的毒解了 崔豪神色一松 看了看毕恭毕敬 站着不动的商老九 沉默了一会儿 吩咐管家 神农堂的事是误会 你传话下去 让下面的人把人放了 又不也给解封了 是 从崔府走出 商老九常常的忽了一口气 心里头又是振奋 又是激动 他赌赢了 是都指挥时 选择了妥协 退让 难怪没把都指挥时 一起给毒了呢 见了自己儿子的惨状 没中毒 比中了毒 更让人害怕恐惧 这想法是李武鸦出的 还是白月光呢 若是白月光也就算了 要是李武鸦 得 日后他可得好生 供着这位小祖宗了 同一时间 十多米外的混沌摊前 李武鸦和李二鸦 看着商老九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面色俱失一松 我说了我不会乱来的 这下你信了吧 是 你没乱来 只是出手威胁了一下 荣誠最有权势的人而已 就在姐妹俩笑着吃馄饨的时候 突然 一道不容忽视的视线 射了不来 由于停留时间太长 姐妹俩都有所察觉 纷纷看了过去 崔府门前 一个身形魁梧 看上去五十来岁的高大汉子 骑在马背上 直直地看着李武鸦 从他脸上 能够明显地看出 他十分震惊 以及难以置信 他惊讶 李武鸦和李二鸦 看清他的面庞 也是一点的错愕 像 太像了 那人长得好像他们爹呀 姐 怎么办 咱们好像撞上爹的亲爹了 李二鸦顾不得吃馄饨了 飞快地掏出铜钱 放在桌子上 拉起李武鸦 就要离开 就这么走啊 不走 你还想怎么样 可以聊聊吗 聊什么聊 有什么好聊的 要不要认亲 只有爹说了才算 李武鸦面露无奈 任由李二鸦拉着 逃也似的离开了 当两人没入人流中 蒋安邦 才从震惊中围过神来 飞快地翻身下马 快步追了上去 可惜两个女娃走得太快 他没追上 守卫大人 都指挥室有请 蒋安邦压下心中的震惊 快步进了崔府 他今天过来 是有事找都指挥室 没想到竟会在街上 看到一个和三妹儿时 长得那般相像的小女娃娃 广威将军府蒋家 曾经也是荣城 排得上号的武将世家 可惜当年守城失败 又加上殷亲时 和摄政王一案有牵扯 一直被上头打压 以至于这些年 是越来越没落了 蒋安邦进了崔府 被丢在了客厅 等了好一会儿 才见到了崔豪 他是来问崔豪 跑要守备军军械的 崔豪此刻 正为儿子的事心烦 见了蒋安邦 只是草草地 和他说了两句 什么事也没办 就把人给打发了 又没要到军械 蒋安邦心里堵得很 有心想要和崔豪理论吧 可以想到蒋家如今的艰难 又咬牙忍了下来 别看蒋家现在还挂着 郑四平广威将军的牌匾 可整个蒋家 真正还有点实权的 就只有他这个无品守备了 大哥赴贤在家已经十多年了 他和大哥的儿子 也没个能顶事的 如今稍微能指望的 也就是几个孙子了 出了崔府 蒋安邦翻身上马 看到了对面的混沌滩 不由愣了愣 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酷似小妹的 小女娃娃的身影 怎么会那么像啊 带着惊讶 蒋安邦回到了蒋府 一进蒋府大门 就碰到了蒋安泰 大哥 蒋安泰见蒋安邦拉长了脸 就知道他去崔府又碰壁了 又没要到军械 蒋安邦不想多说 只是点了下头 蒋安泰心里很不好受 蒋府在他手里 竟没落至此 连个正常的差事都要被人刁难 他真的无言面对列祖列宗 蒋安邦知道自家大哥的心事 不想他多想 转移了话题 对了 大哥 我今天遇到了一件特别稀奇的事情 什么稀奇的事啊 我看到一个小女娃娃跟小妹小时候长得特别像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都惊呆了 你说稀奇不稀奇啊 你在哪里看到的 就在崔府的大门外 蒋安邦说完 注意到蒋安泰神色不对 不由问 大哥 你怎么了 我也觉得稀奇嘛 说起小妹我们也有十几二十年没见了 怪想她的 哎 可不是嘛 我们在戎城都被人如此慢待 她在京城的日子得有多难过呀 小妹是个坚强的人 她撑得住 大哥 先皇去世三年了 摄政王一案也过去了那么久 上头对我们的打压应该结束了吧 小妹来信不是说 张昆已经进了汉黎院了吗 要进汉黎院必须皇上首肯 想来当今皇上应该是不在意当年的事的 哼 当年的事 咱们家本来就是被牵连的 无辜遭受了这么多年的打压 二三十年过去了 蒋家一直被排挤在外 就算如今上头不打压了 我们要想再重振门没 也难了 蒋安邦说完 发现蒋安泰竟然在走神 断身满脸惊讶 大哥 你到底怎么了 蒋安泰随口找了个借口 这人上了年纪不得不服劳啊 昨晚没休息好 今天的精神一直都不是很好 大哥 你可得好好保重身体啊 咱们家可不能没有你啊 蒋安泰点了点头 然后就让蒋安邦回房休息了 当他一走 立马叫来了蒋圣 二弟说他在崔府门外看到一个酷似小妹的女娃娃 我怀疑是李长森的小女儿 你现在立马去打探一下 看看李长森是不是真的来荣城了 蒋圣不敢耽误 连忙去打探消息了 崔府 崔豪看着躺在床上虚弱无力的儿子 心里是又气又心疼 想到这些年儿子形势越来越霸动 狠下心说了他两句 哎哟 少不许再照顺我的事 随意乱来了 你要知道天外有天 神外有人 不是什么事 你老子我都能帮你摆平呢 崔永峰有气无力的看着崔豪 在床上躺了两天 他已经听手下说了 伤老九登门的事了 姐 我的毒是神农堂下的 崔豪一听这话 就知道儿子起了报复心 当即立鹤 不许再去招惹神农堂 崔永峰不服气 但想到自家爹的脾气 没和他硬碰硬 而是让小厮将从神农堂买来的药丸 拿给了崔豪看 爹 我找大夫看过了 也让人试过了 这药丸药效特别好 若是用于军中 肯定会让众将士 更加拥戴咱们崔家的 崔豪脸色严肃了几分 拿过药丸看了看 真的 崔家一直供养着的徐老大夫 点了点头 这些药丸呢 确实很不错 主要是方便 正适合行军打仗的将士用啊 崔豪有重视了几分 知道儿子这次行事是为了崔家 脸色缓和了很多 不过还是说 我知你是为了崔家好 可还是太冒失了 你也不想想 能拿出这么好的药出来 怎么可能是不同人呢 爹 儿子不傻 我是先调查过开神农堂的人 不过就是一个手里有几支商队 又开了几家衙行的商人罢了 爹 这药是真的好 就算用不到军中 拿到药方 咱们卖到别处去 肯定也能打转的 崔豪有些心动了 但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人拿走了药丸 准备亲自找人试一试 崔永峰耐着性子等了两天 等到崔豪再次来看他的时候 迫不及待地问 爹 药丸效果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药丸是好 可是 沈农堂不好招惹呀 那白月光是个无法无天的 你忘了几个月前 他在荣城闹出多大的轰动 你这次只是丢掉了半条命 可下次呢 孩子 听爹的 这事算了 命更重要啊 爹 我差点被人给毒死 还要让他们继续在荣城开药铺 儿子不甘心 我知道爹在担心什么 可是我不相信神农堂能请得动那么多高手 咱们家为了供养三位九品前辈 每年的花销都有些吃紧 一个刚开的药铺能比咱们还有钱 你再让我摸摸神农堂的底吧 若是他们背后真的还有人 儿子就忍了这口信 不再找神农堂的麻烦 崔豪皱着眉头 没说话 崔永峰再接再厉 爹 神农堂开在咱们荣城 咱们多了解一下 总是没坏处的吧 这话 崔豪倒是认同 一想到伤老九脸上 那堵定了 他不敢把他怎么样的笑容 他心里就堵得很 可以试着摸一下神农堂的底 但是不能用咱们的人 爹 你就放心吧 神农堂的事情解决了 李五鸦和李二鸦都松了口气 又重新恢复了平静的上课生活 姐 等会儿我和七郎要去城外的碧波湖练琴 你要一起吗 李二鸦一听这个 盲不迭地摇起了头 一想到五鸦和七郎谈的吹的 那鬼哭狼嚎般的曲子 他就忍不住直哆嗦 太难听了 难听也就算了 两人还动用了内力 简直难以忍受 见李二鸦如此避之不及 李五鸦和李七郎表示很伤心 默默抱着琴 拿着玉笛离开了 两人走了不到半个时辰 一只白鸦突然飞到了李家院子 李二鸦见了 一眼就认出是伤老九的飞鸽 连忙取下了飞鸽脚上的纸条 救命 铁狼口 看到求救纸条 李二鸦心中一沉 台步就要去找李五鸦 可是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想到他才是姐姐 不能一遇到什么事 就指望着做妹妹的五鸦冲在前头 李二鸦平复了一下心情 再次看了看求救的纸条 飞鸽传信 这是神农堂出事后 五鸦才和伤老九约定的紧急联系方式 基本可以确定 求救信是伤老九发的 伤老九是聪明人 既然知道他们背后有白月光 黑莲花 还有天山 应该不会背叛的 如此一来 纸条上的内容应该是真的 伤老九算是他们的人 要是遇到危险 他们不及时出手相救 日后脱险 双方信任势必会出现裂痕 所以得跑一趟铁篮口 仔细分析完了后 李二鸦略微一沉淫 便进屋拿上了自己的剑 然后就出了城 直奔铁篮口而去 担心自己误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李二鸦还是让家里的金雕 去找李五鸦和李七郎了 他只是先一步去了铁篮口 铁篮口 山老九和手下的一支商队 连人带货 一起被铁篮帮给截下了 作为截货人的铁篮帮帮主 此刻却没有丝毫的开心 反而提心吊胆的 崔家顾寝的酒品高手 见他额头都渗出了泄汗 忍不住吃笑出声 小马你给吓的 有我在 就算白月光亲自来了 我也能保你的命 铁篮帮帮主没有被安抚住 我知道前辈武艺抄群 但我们还是小心点吧 前辈 怎么事先说好的 这次只是试探 如果真的有人来 我就立马放了伤老九那些人 酒品高手感觉自己被小去了 有些不耐烦 我心里有数 很快 埋伏在铁篮口的沙盗就跑过来 帮主 来人了 真的来人了 但是 但是 是个小姑娘 不是白月光和黑莲花 亏得你们还是荣成最大沙盗 瞧瞧 一个小姑娘都把你们吓成这样 铁篮帮帮主也觉得丢脸 当即让手下将人抓过来 可惜等啊等 手下去了四五波 也没见到人被抓过来 反而手下是一个都没回来的 酒品高手和铁篮帮帮主察觉到不对劲 对视了一眼 飞快地赶去了铁篮口 远远地就看到一个持剑而立的纤细身影 是个小姑娘 十三四岁的样子 在她面前倒了一地的人 都是派过来抓她的杀盗 应该是第一次杀人 小姑娘面色有些发白 手中的长剑都还微微有些轻颤 看着死去的手下 铁篮帮帮主又惊又苦 黎二鸭看到又有人来了 立马剑指来人 酒编伤行的人呢 你是谁 放人 我们要是不放呢 文言 黎二鸭慢慢地将剑举了起来 紧接着身形一闪 直接出招了 招招毕命 叶末叫她练剑的时候说过 剑客不出剑则已 一出剑就要剑血绷喉的 铁篮帮帮主站在酒品高手之前 第一个受到黎二鸭的攻击 黎二鸭的出剑 虽缺少对敌经验 但是够快够致命 铁篮帮帮主在她手里走了不到十招 脖子上就出现了一条血痕 没有任何停顿 黎二鸭再次袭向了酒品高手 刚刚还在看戏的酒品高手 此刻是又心惊又胆战 铁篮帮帮主即便是她也没法在十招内杀死她 可眼前的小姑娘居然做到了 交战双方除了比功夫也在比气势 酒品高手因为过于惊恶且战且退 而黎二鸭那是一往无前的直冲 此刻她脑海中只有夜末的话 初见就得见血崩猴 一个退一个冲 酒品高手的气势一下就被碾压了 即便她的对战经验更丰富 即便她的功夫在黎二鸭之上 可是在心惊之下 公事难免会露出破绽 这就给到了黎二鸭机会 对战了近百招后 黎二鸭找到酒品高手的破绽 一箭抹了她的脖子 收到消息赶来的黎五鸭和黎七郎到的时候 铁篮口除了黎二鸭还是站着的 其他人都倒地不起了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脖子上有一条红线 狐鸭 七郎 你们来了 姐 你没事吧 看到黎二鸭身上有伤口 黎五鸭和黎七郎都一脸着急 黎二鸭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没事 就这个人 功夫厉害了一些 手臂被她刺了一刀 黎五鸭看着仰面躺在地上 双眼骨睁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中年男人 认出了这人就是崔家三个酒品高手中的一个 面上也带出了些意外 惊叹地看着眼前的黎二鸭 正面硬钢酒品高手 原以为最弱的姐姐竟这么猛 伤老九那些人应该被关在了寨子里 我们快上去救人吧 哦 好 姐 我才发现你的剑法已经练得这般厉害了 还是有很多不足 有些时候出剑还是不够快 不够果决 据着叶师傅说的那种一出剑就剑雪风猴还远得很 姐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二姐 我和五姐都有名号了 你要不要也给自己取一个 我可不会取什么名号 二姐 我想到了一个 雪女剑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听 二姐不反对 那就是同意了 好了 咱们暗香门有白月光 黑莲花和雪女剑了 再加上各就齐全了 你说什么 秦克前辈死了 孙永峰满脸错愕地看着手下 一脸的不相信 不仅秦克前辈 铁狼帮帮主也死了 手下等赶到铁狼口的时候 铁狼帮的人已经全部都跑光了 少爷 现在已经没有铁狼帮了 又是白月光出的手 不是白月光 是一名剑客 秦克前辈和铁狼帮其他人 是被一名剑客杀死的 都是一剑毙命 崔永峰的身形晃晃 跌坐在了椅子上 先是白月光 如今又来了个能杀九品的剑客 神龙堂到底是什么来头 就在这时 崔豪走了进来 面色严肃地看着崔永峰 神龙堂的事就此结束 不许再多事了 这回 崔永峰低下了头 什么话都没敢说 现在就是让他找茬 他也不敢了 九品高手是很难请到的 他爹托关系找了人情 才请到了三个九品高手 护卫崔家 如今被他折了一个了 崔城地处边境 曾经还被北烟突袭破城过 在这里 哪怕他爹是都指挥使 人身都不是那么安全的 秦克前辈死了 另外两个前辈心里 肯定会有些想法 不能让他们起了离去的心思 神龙堂 罢了 就放过他吧 李家 李二压手臂上的伤口 有巴掌肠 深刻见过 虽然李二压嘴上一直说着没事 可看他那疼得发白的脸 还是让李五压沉了脸 原以为神龙堂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可没想到 崔家还是咬着不放 看来上次给崔家的教训不够啊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这么快 又派人来动九边商行 也是 上次虽然给崔永峰下了毒 可是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服下解药 想来是没吃到什么苦头 长不了记性 姐 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出神 我在想 要怎么才能彻底的震慑住崔家 是让他们不敢再动神龙堂和商老九 有了 我知道怎么做了 神龙堂还要在戎城继续开下去 所以崔家人不能动 但要震慑住他们 就得让他们彻底怕了 崔家请了三个九品高手 死了一个 还剩下两个 要是那两人也没了 想来那崔大公子 应该会加紧尾巴做人吧 听说每个月末 都指挥使都会到城外视察 那两个九品高手应该会随行 我们练习石面埋伏也有段时间了 过几天试试笑过去 五天后 看着都指挥使的车架出了城门 李武鸦和李七郎立马跟了上去 城外 碧波湖前 伴随着悠扬的琴音和笛声响起 湖中的鱼儿争相恐后地不断跃出水面 都指挥使的车架行到这里时 看到这一奇景 不由地停了下来 崔豪刚走下马车 舒缓鱼儿的琴音和笛声陡然一变 变得尖锐激昂了起来 听到的人仿佛瞬间被拉入了千军万马包围中的战场上 护卫在崔豪身边的两个九品高手 神色瞬间戒备了起来 一边大喊让周围的士兵护着崔豪离开 一边快速地朝着湖对面琴音笛声传来的方向飞去 一道无形的音波随着琴弦的波动被弹射了出来 穿越水面而过 水面上顿时浮现出一道刀刃般的波纹 一个九品刚飞离岸边几米远 就和水面上眨眼旧置的刀刃波纹相遇了 九品高手被音波攻击中 在半空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就像个沙包一般倒飞了回去 另一九品高手见了面色大惊 连忙上前接住人 臭 就在两人准备撤走之时 激昂的笛声随之而来 刹那间 两人只觉得心神震荡 气血翻涌 一边死力捂着耳朵 一边摇摇晃晃地远离湖泊 琴音笛声越弹越快 越吹越快 就在两个九品高手 亏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一对铁骑突然出现 琴音笛声戛然而止 走 怎么了姐 我正吹得投入呢 蔡总督和庄宇棠来了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问我我问谁去 等到蔡总督和庄宇棠 赶到碧波湖时 湖面上只留下了一大片 肚皮翻白的鱼 受惊过度 惊魂未定的崔豪白着脸 被人搀扶着走了过来 一见到蔡总督就连忙弯腰道谢 多亏了大人及时赶到 要不然我这条命 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掌管这都护府 平日里没少得罪人呢 肯定是那些人想杀我灭狗 谁这么大胆子 竟敢刺杀朝廷大员 庄宇棠看了一下崔豪带着的侍卫 又看了看那两个酒品高手 笑着上前 今天这事应该不是针对都指挥使的 崔豪很是不满地看着庄宇棠 我差点被人杀死 这还不是针对我的 蔡总督也面露不解 不过很快 面上又露出了恍然之色 指向两个酒品高手 今天的事是针对他们两个的 两个酒品高手愣了愣 随即也反应了过来 刚刚的琴音 笛声确实是朝着他们攻来的 不过他们怎么不知道 他们得罪人了 蔡总督看向崔豪 你是受了手底下的人连累 那弹琴吹销之人 主要攻击的是他们两个 而且出手之人没有下死手 庄宇棠接骨话 笑看着受伤不轻的两个酒品 二位不妨好好想想 最近是不是和什么人起了矛盾 既然不是生死之仇 还是早点解决得好啊 听到这话 两个酒品高手震住了 而崔豪面色更白了 此刻他好像明白 出手之人的用意了 他们这是在 威逼两个酒品高手离开他 瞬间 崔豪就想到了神农堂 一定是之前 他儿子鼓动铁狼帮的人 抓伤老九那些人 惹怒了神农堂背后的人 他想到这个 两个酒品高手自然也想到 面色断食晦暗了起来 都低着头不和崔豪对视了 见此 崔豪心都凉了 没了酒品高手的保护 他的安全可要降低好大一劫 神农堂 本来他已经稀释宁人了 为何他们还抓着不放 崔豪心头涌出了一股怒火 想到神农堂售卖的药丸 当即和蔡总督说 大人 最近我发现了一家药铺 售卖的药丸 很是适合军中降职 可是店铺老板 确实很不好说话呀 既然他奈何不得神农堂 那蔡总督呢 蔡总督背后 可是站着当今皇上 他倒要看看 要是蔡总督 看上了神农堂的药丸 神农堂还敢不敢 和蔡总督为敌 事关将士的事 蔡总督都十分的上心 当即细细询问了起来 崔豪立马将神农堂说了出来 并着重说了一下 药丸的药效和方便 说得蔡总督十分的心动 庄玉堂在一旁听着 看着崔豪泄愤般的神色 不由皱了皱眉头 等到和崔豪分开了 才和蔡总督说 大人 崔家父子都是霸道之人 他们嘴里的话 可不能全信啊 我还能不知道 崔豪的心思 放心 我会派人好好调查一番的 就算神农堂的药丸 真的对将士们有用 我也不会强取豪夺的 皇上派大人来西北总理军政 是边疆百姓之福啊 行了 你就少派我马屁了 进了荣臣后 蔡总督立马派人调查了神农堂 神农堂是什么时候开张的 之后又是怎么被查封的 都被清楚地查了出来 这个神农堂有些来头啊 听说神农堂被查封了当天晚上 崔豪的儿子就中毒了 今天那弹琴吹销的两人 估计也和神农堂有关 崔家父子看上了神农堂的药丸 与战为己有 没想到这次竟踢到了铁板 虽然事出有因 但蔡总督对神农堂的观感 还是有些不好 幸亏他们还有些分寸 没有真的对朝廷大人动手 朝廷官员品行不端 自有朝廷查办 还轮不到他们来惩处 庄玉堂看了看手中的药丸 大人 这药丸确实对军中将士有用 神农堂那边 要不让我跑一趟 也好 你这个碟岭官参将 亲自走一趟 也算是给足了神农堂面子 若是他们好说话 那就按规矩办事 咱们也不起压他们 庄玉堂点了点头 当天就去了神农堂 人一到神农堂 山老九就热情地迎了出来 庄玉堂笑看着山老九 寒暄了两句 就直接转入了正题 你家主子不在吗 将军见谅 我家主子平日里就爱钻研个医术 如今正满山的到处找药材呢 庄玉堂手里把玩着一瓶玩药 你们卖的药材 很适合军中将士 总督大人让我过来问一声 你们愿不愿意为军中将士供药 当然愿意了 将军 能为军中将士提供药 这是神农堂的荣幸啊 你不请示医上你的主子吗 不用 我瞒您说呀 早在开神农堂之前 我家主子就说过 要为军中将士提供药丸 可没想到药铺才刚开几天 就被查封了 等探查清楚缘由后 我家主子也是多少有些生气的 这事就给耽误了下来 将军 我家主子很是锦阳保家卫国的将士 已经吩咐我了 但凡军中所需 一律打五折 这真是意外之喜了 庄玉堂没想到 神农堂背后的人 居然这般通勤达理 等回去见了蔡总督后 就将商老九的话复述了一遍 蔡总督听了也十分的意外 崔豪也在现场 面色相当的僵硬 庄玉堂看了崔豪一眼 商老九说了 神农堂就想安安分分地开店卖药 说是和都指挥师有些误会 想让我从中劝和一下 这事早就过去了 我都不记得了 崔豪僵硬地笑着 他没想到神农堂居然如此好说话 五折卖药 这是半卖半送啊 他要是知道神农堂这样敬重边关将士 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儿子去得罪人的 现在好了 家里三个酒品高手 死了一个 另外两个也被逼走了 神农堂去和蔡总督达成了合作 他成了活脱脱的跳梁小丑了 看着崔豪面色难看地离开 庄宇堂吃笑了一声 独指挥师回去后 应该会毁得肠子都轻啊 对了 大人啊 商老九还和我说 神农堂还想在别的边城开分店 说是想让更多的百姓能看病吃药 向除回完 他说等神农堂运转起来了 会免费赠送给百姓 免得他们肚中长虫 这神农堂背后之人竟这般大意 之前倒是我误会他了 还以为他是个武士朝天的狂妄之人呢 估计啊 是崔家父子做得太过了 蒋府 蒋圣拿着打探到的消息 火急裹了地进了蒋安泰的书房 老爷 老奴查到了 李长孙一家如今都在农城 怎么会一家人都来了 李长孙不是在跌领关吗 老爷 李长孙为了更改军户户籍 冒死去火烧了北燕大军粮草 这才换来了蔡总督的首肯 什么 那次北燕大军粮草被烧 他也参与了 是啊 幸亏李长孙生了两个好儿子 冒险深入北燕后房 从死人队里把李长孙救了回来 要不然 说到这里 蒋圣沉默了一下 随后鼓起勇气 看着蒋安泰 老爷 李长孙才是三姑娘的亲生儿子 我们真的不告诉他一声吗 如今李家一家都在农城 为了生活 李长孙带着长子自助跑标 老爷 冰官杀到横行 跑标危险重重 上一次李长孙运气好 可下一次 老爷 老奴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日后咱们无法向三姑娘交代啊 让我想想 让我好好想想 蒋安泰心里也乱了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蒋大夫人的声音 二弟 你怎么不姓乌呀 你大哥不在吗 听到声音 蒋安泰和蒋圣的面色猛了一变 蒋圣飞快地走到门口 一打开门 就看到了神色又惊又震的蒋安邦 大哥 李长孙是谁啊 你们刚刚说 他才是小妹的儿子 是什么意思 大哥 你到底瞒了我什么 蒋安邦错愕 又疑惑地看着蒋安泰 蒋安泰迎上弟弟执拗的母王 知道今天不和他说个明白 他是不会罢休的 叹了口气 挥手 是以他坐下 你还记得当年爹去世 小妹是大着肚子回来奔丧的吗 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妹夫带着小妹离开那天 刚好遇上了北宴突袭荣城 导致小妹动了胎气 在城外的破庙里生下了郑坤 说着面子一变 像是想到了什么 蒋安泰再次叹气 那天在破庙里生下孩子的 不仅只有小妹 还有一军户的妻子 两家的孩子抱错了 说着是以蒋圣将打探到的 关于李家的情况告诉了蒋安邦 蒋安邦听完后愣住了 啊 怎么会抱错孩子 小妹身边跟着那么多丫鬟婆子 怎么会发生如此离谱的事情 那天荣城被突袭 大家都惊慌失措的 由于上小妹提前生产 丫鬟婆子出现失误 也是有可能的 大哥 你调查清楚了吗 你确定李长森才是小妹的儿子 哎 阿老爷 李长森长得和你有七八分想想 他的小女儿你也见过了 就那个酷似三姑娘的小女儿 我见过李家的老爷子和老太太 郑坤四爷的眉眼和他们 很相像 对了 李长森一家为了和李家分顾断亲 当场低血验亲过 如今整个天灵团的人都知道李长森不是李家亲子 听着这些 蒋安邦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突然猛地看向蒋安太 大哥 既然你已经确定李长森才是小妹的儿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有 这件事你写信告诉小妹了吗 见蒋安太一直不说话 蒋安邦蹭的一下 站了起来 大哥 如果今天不是我偶然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你是不是预备将这件事一直这么瞒下去啊 门外的蒋大夫人 见蒋安邦有生气的迹象 连忙走了进来 二弟 你先别急 你大哥 有他的考量 这件事还需要什么考量的 小妹的亲生儿子流落在外 我们当兄长的发现了 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他吗 告诉小妹不难 可是你想过告诉他之后的事没有 辛辛苦苦地养了三十多年的儿子 居然不是亲生的 小妹是否能承受出这个打击 那也得告诉他呀 总不能让他一直蒙在鼓里 把别人的儿子当成亲生儿子吧 那正坤呢 他要是知道自己不是石家的儿子 你让他如何自处 他本来就不是石家的儿子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霸占了属于李长森的一切三十多年 如今郑主回来了 他若懂事名理 就应该得体让位 让位 你说的容易 是 正坤是和石家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石家一直拿他当亲生儿子 养育了三十多年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 他早就是石家的一员了 你让他如何离开石家 蒋安邦对蒋安泰向着石正坤说话 有些不满 我又没说让他离开石家 我只是想让他把属于李长森的一切还回来 二弟 当年孩子被抱错 错不在正坤 蒋安邦不明白 这家大哥为何老是偏帮石正坤 有些生气 哎呀大哥 我没说错在正坤哪 他不是石家亲生的儿子 这是事实吧 让他给李长森让位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二弟 你考虑问题 是完全基于血缘来说的 可人与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你不能忽略掉正坤和石家之间的感情的 李长森的存在 若是贸然告知了小妹 不但会伤害到正坤 同时也会伤害到石家其他人的 大哥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老是向着正坤呢 受到伤害的人应该是李长森才对 而正坤是最大的获益者 蒋安泰看了看蒋安邦 见他看似只看表面 不得不把话挑明了来说 石家在正坤身上花费了不少资源 正坤现在入职汉林院 小妹更是费了大力 给他结了一门不错的勤势 石家和咱们家遭受打压多年 如今新皇登基 正是我们翻盘的时候 可是翻盘得有人呢 石家还有咱们家 如今瞧着最有出息的人 就是正坤了 说到这里 蒋安泰便停了下来 蒋安邦明白了他的意思 愣了愣 随即开始摇头 大哥 我不同意 不管你有多少考量 可孩子是小妹的 不管他认还是不认 都得由他自己来决定 我们即便是他的兄长 也不能帮他做主 你不给小妹写信 我写 蒋安泰 见蒋安邦怎么也说不通 也有些恼火了 你以为你真的是为小妹好吗 小妹又多疼正坤 你不知道吗 如今你告诉他 正坤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而从来没见过一面的李长森才是 一个养了三十多年 一个是亲生的 你要让小妹如何抉择 蒋安邦沉默了片刻 依然还是之前的观点 儿子是小妹的 这事得小妹自己定 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蒋安太贱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这事不能让他知道 二弟也没错 这事不告诉小妹一声 确实不该 我也没说不告诉 只是想再等一等 李家 监月娥正在厨房里做饭 听到敲门声 以为是几个孩子回来了 连忙小跑着去开门 门一打开 看到站在外头的蒋安邦 顿时就愣在了当场 笑 太笑了 眼前这人的眉眼 和当家的太像了 这就是当家的他亲爹吗 他怎么突然登门了 他难道 知道当家的存在了吗 现在过来 是想认回当家的 看着金月娥愣着没反应 蒋安邦倾咳了一声 老夫能进去吗 金月娥回神 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侧身让蒋安邦进门了 然后很是拘谨地 跟在后头 蒋安邦细细地 打量着李家院子 注意到金月娥的不自在 院子收拾得很干净啊 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啊 是 当家的和三郎 跑标还没回来 七郎在俯学读书 二鸭和五鸭在隔壁街 乔娘子那里上课 金月娥说着 迎着蒋安邦到了堂厅坐下 局促地给蒋安邦气了茶 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蒋安邦也不是个会客套寒暄的 沉默了一会儿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起了李长森的事 金月娥想着 眼前这人是丈夫的亲爹 问什么就答什么 得知李长森在李家过得很不好 蒋安邦心里很是生气 你们为什么和李家分户断亲呢 当家的来过荣城 见过您 所以 还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是 那你们来了荣城 为何不登蒋家的门呢 这话 金月娥没回答 只是摇了摇头 蒋安邦叹了口气 刚想说什么 就听到院外传来说话声 紧接着就看到那酷似自家小妹的女娃 抱着古琴喜笑颜开地跑了进来 娘 我们回来了 李武鸦一进院子 就看到堂厅主位上坐着的蒋安邦 诧异了一下 就笑着走了上去 哟 家里来客人了呀 落后一步进院的李二鸦 看到蒋安邦 脸上的意外之色 可比李武鸦的明显多了 但还是很快地收敛情绪 快步进了屋子 不许无礼 还不快见过 见过 金月娥有些不知该如何称呼蒋安邦 李武鸦笑着帮她解了围 娘 我知道她 她是荣城守备蒋大人 说着和李二鸦一起扶了扶身子 见过蒋大人 蒋安邦笑着让两人起身 看着李武鸦 眼底带着明显的喜色 你们是怎么知道老夫的 李武鸦先是将宛如丫鬟一般 站在堂厅里回话的金月娥 拉到右上方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自己又走到左上方椅子上坐下 她娘连如何称呼都不知道 可见这人并没有开口认下她爹 既然这样 那她就只是一个客人 客人嘛 以礼相待就行了 实在用不着那套长辈没让坐 就不能坐的规矩 坐下后 李武鸦才笑着开口 因为你和我爹长得很像 像我和姐在都指挥使家门外看到你时 我就问了问旁边的人 他们告诉我的 蒋大人 你怎么来我们家了 去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看着一上来就敢问自己问题 而且一点都不拘谨的李武鸦 蒋安邦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这丫头不但模样像她小妹 这性子也像 老夫也是因为有人说 你爹和我长得很像 这才忍不住想要过来看一看的 这样啊 其实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两个人长得像太正常了 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爹不在家 蒋大人你今天算是白跑一趟了 这回答都让蒋安邦有些意外 蒋家如今虽然在走下坡路 可是在荣城还是有些权势的 军户出身的李家 即便不屑妹讨好 也不该这般淡定的啊 蒋安邦扫了一眼 堂厅里的三人 嗯 只有李长森的妻子反应最正常 见到他 拘谨 无措 可两个小丫头太淡定了 小的 自来熟般的直接跟他寒暄了起来 大的 稳重一些 还是认真的听着他们说话 就有点不太正常啊 他虽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可是在李家人面前 怎么也应该有点分量啊 蒋安邦边想着这些 边笑道 哈哈 见到了你 也不算是白来 你知道吗 你跟老夫的妹妹很像啊 听到这话 李武亚的表情才丰富了起来 明显十分意外 蒋大人的妹妹是 蒋安邦正愁 不知该如何向李家人说起实价呢 当即开口 老夫的妹妹是京城武昌伯府的伯爵夫人 没想到蒋大人的妹妹身份金这么高贵 伯爵夫人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李武亚很给面子的露出惊叹之色 蒋安邦却是叹起了气来 哎呀 伯爵夫人听起来是很有派头 可是身份越贵重 面对的事情就越复杂 日子也未必舒心 接下来 蒋安邦一直在说伯爵夫人的事 李武亚越听越糊涂 有些搞不懂蒋安邦来他们家的用意了 若说是来认他爹的吧 可是他几乎不提这事 说的话 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他那个伯爵夫人的妹妹展开的 这老头到底是在闹哪样呢 你知道吗 你不仅长得像老夫的妹妹 而且这性子也像 你要是被和蒋家相熟的人看到啊 一定会说你是伯爵夫人的孙女的 听到这话 李武亚心头震了震 他可不会天真的以为 这蒋大人是跑来和他们聊天的 既不是聊天 那他说的每句话 他肯定都义有所指 绝对不存在什么无心之言 所以他说 他像他妹妹的孙女 是什么意思 艰兴七年 老夫的父亲去世 我那妹妹 大着肚子回来奔丧 还倒霉地遇到了北烟突袭荣城 以至于 不得不再破妙产子 那一次的生产 可是害苦了他呀 李武亚愣住了 他现在要是还不明白 蒋安邦是什么意思 那他就是蹦出来 不是吧 他爹的身世竟这么一搏三折 不是蒋家的儿子 而是京城伯府的儿子 哎 母女三人 母女三人一直看着蒋安邦 骑马出了巷子 才重新返回了屋子 武亚 那蒋大人 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老实说 他那个伯爵夫人的妹妹 监月娥和李二鸭 也觉察到异样 纷纷求证地看着李武亚 李武亚揉了揉脸 他的意思好像是 应该是 爹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他妹妹的儿子 怎么还和京城的伯爵府 扯上关系了 那蒋大人 为什么不明说呢 估计是还没和京城那边 吞好气吧 唉 咱们爹的身世还真是 够狗血的 京城 每月的最后一天 是宫里贵人 接见朝廷命妇的日子 作为伯爵夫人 时老夫人自然是也要去参加的 每当这个时候 都是朝廷命妇和宫中贵人 交流感情的最好的机会 命妇不少 要如何才能入得了贵人的眼 这就要看命妇的本事 和夫家的身份地位了 武昌伯府 作为为数不多的 还存在的开国勋贵 本该受到宫里贵人 和重命妇的礼贷 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 因为摄政王一案 师父牵连其中 先皇虽没有剥夺师父爵位 可却直接无视了师父的存在 上行下效 大家看出了先皇 对师父的不待见 也就都选择了疏远十家 上无皇上看重 下无青藤帮扶 二三十年过去 师父早就远离了熏贵圈子 如今是越来越不济了 但是即便每次朝拜贵人 都会遭受冷遇 可时老夫人 还是以此不落地来参加了 没办法 这是师父为数不多的 能在熏贵中露脸 刷存在感的机会 她不能让京城的人 彻底遗忘了 武昌伯府的存在 像往常一样 时老夫人随着重命妇 一起拜见了太后 王后 贵妃等人 磕完头后 就在偏殿等着 接下来 太后皇后 会召见一些命妇说话 每当这个时候 就能看出 各家各府的恩宠情况了 摄皇上看重的 以及入了贵人们眼的 会被叫去说话 根据看重程度 或留下说话 或得些赏赐 或被留在宫中午膳 持老夫人 属于被冷遇的一批 一如既往的 没得到召见 只能神色晦暗地 出宫回府 武昌伯爵府 石家人见 石老夫人 这么早就回来了 立马猜到了 她在宫里的遭遇 石大夫人的心情 有些沉重 原以为先皇去世 亲皇登基 石家的打压就结束了 可没想到 情况根本就没改变 石府的爵位 到了宫爹这里 就结束了 如今石家 还有个伯府的名头撑着 可等宫爹百年之后 石家怕是要彻底的 没落了下去 母亲辛苦了 石大夫人 没敢将情绪 表露在脸上 阴气地上前 搀扶石老夫人 说起她这位婆婆 她是打心眼里佩服 建宫拜建宫中贵人 听起来像是 莫大的荣耀 可石家被上头无视 京城的人 有都是败高踩低的 她可以想象得到 进宫后 婆婆的遭遇会有多难堪 可是婆婆 却次次不落 回府后 也从不会因在宫里 受到冷遇 而对她们发脾气 这心胸 这承受能力 是她可永远也达不到的 早就收拾好情绪的 石老夫人 笑着摇了摇头 马车上你准备的 冰块足 还有茶点糕点 我没饿着 也没热着 哪里辛苦了 石大夫人 扶着石老夫人 回到益祥院 亲手给石老夫人 端上热茶后 才笑着开口 今早门房送来了一封信 十二舅舅写来的 好后一封信呢 一听这话 石老夫人 顾不得喝茶 别忙说 快把信拿来 平日李家书 都是大哥写的 二哥已经好多年 不给我来信了 别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石大夫人 别忙从丫鬟的手中 拿过鼓鼓的信封 双手递给了石老夫人 母亲别多想 若真是有事 也是大舅舅或大舅母 来信呀 这二舅舅写信过来 估计是想母亲了 说起蒋安邦 石老夫人的嘴角 就向上扬了起来 边开信边笑 你们大舅舅是个严肃的 小时候只要我惹了祸 大舅舅都会狠狠责骂我 可你们二舅舅不一样 每次都会无条件地护着我 跟个老母鸡护小鸡仔似的 那是二舅舅疼你呢 石老夫人快速读起了信 一开始嘴角上还挂着笑 可慢慢地笑容凝固了 石大夫人看着石老夫人的眼睛 越睁越大 面上的震惊越来越盛 到了后来 拿信的手都抖了起来 行中断式咯噔了一下 别不是蒋家 真的怎么出了什么事吧 母亲 二舅舅说了什么呀 石老夫人没理会石大夫人 飞快地翻看着信 读了一遍还不够 又重头读了起来 反复看了好几遍 面上全是不敢相信 和难以接受 母亲 见石老夫人这般失态 石大夫人有些被吓到 难道是大舅舅没了 石大夫人压下心中的矩阵 快步上前想要安慰石老夫人 母亲 你先别着急 不管出了什么事 您都要挺住啊 石大夫人的声音 让楚瑜极度接受 无能中的石老夫人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愣愣地看了看石大夫人 然后无力地靠在了椅子上 面色发白 嘴唇轻颤 双眼湿娇 一副遭到巨大打击的样子 石大夫人面色也跟着白了 母亲 和石大舅舅她 石老夫人有些失神 愣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了石大夫人的意思 摇了摇头 伸手想要撑住 发胀发晕的头 却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热茶 茶碗里滚烫的茶水 泼洒在了石老夫人的手上 瞬间 她的手背就红了一片 母亲 石大夫人吓了一跳 而石老夫人 雀似毫无感觉 石大夫人赶紧上前 用手帕给石老夫人擦手 又快速吩咐丫鬟 去端冷水过来 等到丫鬟端来冷水 石老夫人将烫着的手 放到冷水中 她才开口 只寒 你去忙你的事吧 我这边没事 目前 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 真的没事 你们大舅舅他们也没事 只是你二舅舅 说了一些事 我得 我得缓缓 石大夫人看了一眼 被石老夫人紧紧地 拽在手中不放的书信 犹豫了一下 吩咐屋子里的丫鬟 好生照顾 才点头转身离去 她一走 石老夫人又颤抖着手 拿起了书信 眼里含泪地再次读了起来 石老夫人脑海中 不由想起了当年 回荣城奔丧 遭遇北烟突袭荣城 受到惊吓动了胎气的她 不得不在路边的破庙 提前生产的一幕幕 当时她刚发作不久 破庙外就来了一对夫妇求救 妇人也是个身怀六甲之人 也受到了惊吓 即将生产 丈夫心生侧疑 便让妇人进了破庙 和她一起生产 孩子怎么可能会报错呢 即便她生产完 就昏睡了过去 可身边还有那么多丫鬟婆子 石老夫人真的有些无法接受 可她也了解自己的兄长 若非调查清楚了 他们是不会给她来信的 想到那个 她一手养大的孩子 竟不是自己的儿子 石老夫人的心 就一阵阵的抽疼 在看到蒋安邦信中 提到的李长森 在李家遭受诸多磕带时 石老夫人眼中的泪水 直接破框而出 军户 战场 一想到自己的孩子 在那般危险的条件下长大 几次差点没命 石老夫人就有些呼吸不畅 怎么会这样 看过信后 石老夫人挥退了所有下人 独自在屋里待了大半天 午饭都没吃 直到半下午 才起身去了石正坤住的义文院 义文院 看到老夫人过来 石正坤的正妻 曾雨薇满脸意外 她这婆婆可从来不轻易地来儿媳的院子 莫千 您怎么来了 石老夫人看了看曾雨薇 微微地有些失神 当初为了帮正坤娶到曾家嫡女 她是真的舍下了脸面 去求了曾经的好友 永安侯夫人作媒 更是将三分之一的嫁妆拿了出来 做聘礼 才成了这门轻事 对于正坤 她是真的用心在教养 尽心在为她谋划前程 可是一想到李家那般苛待自己的儿子 让儿子为李家卖命 她的心就堵得喘不过气来 见石老夫人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曾雨薇有些忐忑 她这婆婆是个好相遇的 平日里也很好说话 也不轻易地为难人 可她却不曾有任何不敬 她可不止听过一个人说过 她这婆婆是个很有手办的人 有两天没看到仲坤了 就想过来看看 曾雨薇一听是这事 别忙笑道 母亲见谅 这些天汉林院的事情比较多 相公回来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担心打扰父亲母亲休息 就没去请安 嗯 差事重要 但也不能忽视身体 生活上你可得好生照料着 是 石老夫人在院子里走了走 看着院子里不少草木盆栽 都是她亲自挑选 派人送来的 胸口就像是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沉闷沉闷的 我到正坤的书房去坐坐吧 曾雨薇愣了一下 见石老夫人已经朝着书房走去了 便连忙跟了上去 石正坤的书房很大 一明两岸三间屋子打通 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书籍 墙上也挂了好些名画名墨 石家是武将出身 这些书籍是石家几代人的收集 除了少部分给了嫡妻子石正业 其他的全部都在石正坤这里 石老夫人没有乱动石正坤的东西 只是站在书案前 翻看着他小时候练字的字帖 石正坤开门前 练字是他手把手教的 读书是他一篇篇不厌其烦地读给他听的 以前回想起这些 只觉得温馨 可如今 石老夫人捂着抽疼的胸口 非常的难受 他小 如果李家有好好带他的儿子 哪怕孩子抱错了 他也不会这般难受 痛苦 以及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石老夫人一直在石正坤的书房 待到了天黑才离开 曾雨薇亲自将人送回了义祥堂 重新返回义文院时 就看到了才刚回来的石正坤 相公 你可算是回来了 怎么了 母亲下午过来了 一直在书房里等你 我刚刚才送回去 母亲可是有什么事 估计是想你了 这些天你每天都这么晚才回来 母亲没见到你 可不就惦记上了吗 下午在你书房 一直在翻看你小时候的字帖呢 我的字是母亲教的 这一点可是大哥和七弟都没有的待遇 我现在就去给母亲请安 石正坤去了义祥院 可是却没见到人 四爷 老夫人已经睡下了 他让你安心办差 等空闲下来了再过来请安 石正坤疑惑地看了看 还亮着灯的卧房 妻子说刚送母亲回来 按理说 母亲不该这么快就睡下了 想到刚刚过来的时候 看到了父亲身边的小丝 石正坤就释然了 应该是父亲回来 母亲想和父亲说说话 这才没空见他的吧 想通之后 石正坤就笑着离开了 与此同时 卧房里 石老夫人和石老太爷 分别坐在临窗的炕上 一个透过窗户 看着石正坤越走越远的身影 一个拿着性剧烈地喘着粗气 怎么会这样啊 石老太爷和石老夫人的反应差不多 都难以接受孩子被抱错的事 最让两人接受不了的 是李家对李长森的苛待 十三岁就替父当了敦君 李家 这是早就知道 儿子不是亲生的 石老太爷的声音有些陡 当年妻子生产 他守在破庙外 使他心生不忍 将内君户的妻子放进了庙里 让家里的丫鬟婆子帮忙接生的 若追究孩子被抱错的责任 那他就是罪魁祸首 石老夫人肯定地说 那妇人是故意调换的孩子 可是我想不通 她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我昏迷了过去 还有丫鬟婆子在呀 你生下孩子是在深夜 丫鬟婆子 先是受了北烟突袭荣城的惊吓 后又奔波了几十里路 再帮你接生 估计是累得睡着了 这才给了那妇人 调包的机会呀 石老夫人难受地 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 得把孩子接回来 这是自然啊 石家的血脉 不能流落在外 说完这话 两人又沉默了 过了半晌 石老太爷先打破沉默 郑坤那里 怎么办呢 养了三十多年的孩子 又是精心教养 又是帮着娶妻生子 要说没有感情 那一定是骗人的 除了感情 还有石家投放在 石正坤身上的心血和资源 可以说除了长子石正梦 石正坤得到的石家资源 比其他子女的都要多 这些都是难以说割舍 就能割舍下的 石老夫人面色十分的纠结 虽说错不在正坤 可一想到这一切全是因他亲生爹娘而起 咱们的孩子又在李家受了那么多的罪 我这心里就堵得不行 见到他 我都不知该如何面对了 石老太爷叹了口气 他此刻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的复杂 他比石老夫人还多了几分自责 早知道啊 我就不该让他进庙 和你一起生产的 就在老两口难过头疼之时 丫婉站在门帘外小声通报 老太爷老夫人 大老爷和大夫人过来了 石老夫人此刻不想见人 挥手示意丫婉让长子长息离开 可石老太爷却开口了 让他们进来吧 这事儿得让老大两口子知道 毕竟日后石家得由他们来撑着 也听听他们的想法 石正茂和石大夫人满脸担忧地进了卧房 看到石老太爷和石老夫人的脸色都异常的难看 父亲 母亲 可是 蒋家出事了 石老夫人知道 早上的师太让大儿媳误会了 当即解释 蒋家没出什么事 石正茂困惑了 不解地看着都一脸遭受打击模样的爹娘 那你们这是 石老太爷看了看石老夫人 将手中的信递给了石正茂 你自己看吧 然后石大夫人就看到了丈夫和婆婆一样 面上浮现出震惊 难以置信的神色 心中顿时好奇了起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石正茂看完信后 连连摇着头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求证地看向石老太爷和石老夫人 从他们眼神中得到确认后 愣愣地将信递给了石大夫人 石大夫人早就被勾起了好奇 拿过信就看了起来 然后眼睛瞪圆了 嘴巴也因太过惊讶而张开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四弟竟不是丈夫的亲弟弟 只是边关于京户的儿子 天呐 只有在画板里才出现的狗血事情 居然发生在了我们家 石大夫人瞅目结识地看完信 此刻她完全明白早上婆婆 为何会内般失态了 要是她如珠似宝地 养了别人的儿子几十年 可自己的亲生儿子 却被别人奴役了几十年 她肯定是要崩溃的 石大夫人默默地将信放回了公婆坐的坑机上 瞅着公爹难看的脸色 心里有些同情 堂堂一个伯爷 竟被边关一对军户夫妇戏耍了几十年 这口气堵在心里应该很难受的吧 石正茂和石大夫人此刻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不敢随意地发表意见 石老夫人看了看两人 你弟弟受了这么多苦 必须接回家来 接 肯定得接回来 石正茂秒回 虽然从未见过面 可到底有血缘联系着 他心里对于那个被抱错的弟弟 真的是满心的同情 好好的一个伯父公子 成了军户的儿子 本来可以锦衣玉石 却只能在边关挣扎过活 一想到这两者的区别 石正茂就忍不住地心生怜悯 他那弟弟太可怜了 也太倒霉了 石大夫人也跟着点头 对于公婆的亲生儿子被抱错 说实在话 除了觉得这事太过离奇 他其实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感受 接不接回来 他都无所谓 不过丈夫表态了 他一定得支持 见公婆沉默 丈夫满脸同情 石大夫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 这 郑坤那边该怎么说呀 是啊 郑坤那边该怎么办呢 老大 你怎么想的 父亲 母亲 我同意 接力长层回家 可是 郑坤那边 我们也不能不顾忌 这事一旦闹开 郑坤那边 可就有些难看了 他如今正在汉林院任职 要是别人知道 他不是石家的儿子 怕是要承受 诺多流言蜚语的 那你说怎么办 不接回你弟弟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不能闹得太难看 郑坤 虽不是石家的儿子 可石家 养了他三十多年 不是亲子 胜死亲子 再说了 这些年 郑坤花费了父亲母亲 多少心力 难道就要这么 把他赶出家门 那之前的付出 岂不是打水漂了 其实也有折中的法子 这事 咱们自家人知道就是了 不用往外宣传 闹得人人皆知不就好了 把人接回来了 肯定得有个说法 外人如何能不知 这李长森是爹娘的儿子 接回来了 难道就非得说 郑坤不是爹娘的儿子吗 亲生的 从小拉扯到大的 都是儿子 这个办法好 不管是郑坤 还是李长森 都是父亲母亲的儿子 都是我的弟弟 我们只要说 李长森 是养在外面的 不就可以了吧 我们再想想 你们回去休息吧 从异想院出来 时政梦夸十大夫人 哎呀 还是夫人脑子灵活 郑坤是实价精心养大的 而李长森又是亲生的 都不能随意割舍 二选一是最笨的办法 两个都要 才是最好的 哪里是我聪明了 你以为婆婆和公爹 就想不到啊 只不过他们是为人父母 有些话呀 不好开口罢了 接回李长森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为什么还要征求 他们的意见 无非是实家 舍不得丢开实政坤 有感情是其一 最主要的是 实政坤是实家 花费了大量资源 培养出来的 汉林学士 而且还是增加到孤野 这些才是实家 丢不开的 健康四年 六月初六 李武鸭和李七郎 满十一岁 为了给两人过生辰 李长森和李三郎 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回来 当家的 三郎 你们这次跑标 来回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路上肯定累坏了 之后就在家里 休息一段时间吧 饭桌上 金月娥不断地 给幼黑操了几分的 李长森和李三郎 加菜 一二压三个 盲不迭地附和 六七月份 是边关最热的时候 是不能老在外跑 我晒黑了倒没事 三郎可不行 日后 她还得娶媳妇呢 可不能长得太埋态了 爹 你也太看免我哥了 就我哥那高大挺拔的身板 眉清目朗的俊颜 就算再黑上几分 也会有很多姑娘 抢着做我嫂子的 李三郎笑称地 瞪了一眼李五鸦 给她夹了个鸡腿 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居然敢取笑起你哥来了 哥 不要不好意思嘛 说完 李五鸦就笑眯眯地 啃起了鸡腿 一家人和和乐乐地 吃完了饭 饭后 李五鸦见她娘 一直在和她爹 她哥 聊跑镖路上的事 丝毫没提蒋家的事 想了想 主动说 爹 上个月蒋家的二老爷 又来过咱们家 这话一出 有说有下的堂屋 顿时为之一净 李长森先是满脸 挫恶 接着又是一点沉默 李三郎有些疑惑地 看了看金月娥和弟妹 谁是蒋家二老爷呀 爹和蒋家二老爷 长得很像 一听这个 李三郎顿时明白了 急忙问 他 那蒋家二老爷来做什么呀 没做什么 就是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 和我们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就离开了 走的时候 他说 等爹和哥回来了 他会再来的 李五鸦 见李长森紧拧着嘴 一言不发 再次出声 爹 看到蒋家二老爷 和你长得那么像 我们都以为 他就是我们的祖父呢 可是他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听他话里的意思 你好像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他妹妹的儿子 你说什么 爹 外甥像舅 蒋家二老爷 应该是你舅舅 李长森有些忙 自从见过蒋安邦 他就一直认为 那人是他的亲生父亲 可是现在 居然告诉他不是 蒋二老爷的妹妹 是京城伯爵府的伯爵夫人 爹 说是蒋二老爷没骗我们 你应该是伯爵府的公子 李长森神色震了震 有些反应不过来的样子 李三郎也很吃惊 爹的出身 也太高了些吧 好了 都别说了 天气这么热 都回屋午睡去 金月娥出生 结束了聊天 知道李长森需要缓缓 李三郎四个 都很有眼力近地离开了 除了上房后 李三郎还有些接受不了 这是真的吗 大户人家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 蒋二老爷亲自登咱们家的门 一定是已经调查清楚了 李老汉和他那老婆子 真是太可恶了 伯府公子 君户儿子 想到这两者的差距 李三郎四人的心里 就替他们爹难受得紧 还是那句话 要不要认清 听爹的 我们不要多管 也不要多问 爹现在一定很难受 我们就不要再去给他添堵了 接下来的日子 除了金月娥 李三郎四个 该干嘛干嘛 都没在李长森的跟前乱放 给了他充足的时间 空间 理顺自己的身世 六月初八 师父大管家十年 以及石老夫人陪房丫鬟 徐嬷嬷 带着石老太爷 和石老夫人的书信 到了蒋家 蒋安太和蒋安帮 一起见了两人 得知石家 要将李长森一家 接回京城 蒋安帮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 他也派了些人 去天岭屯 悉宁畏所 蝶岭官打探 越了解李长森 在李家过的日子 他心里就越怜悯 这个外甥真心希望 他能过些好日子 蒋安太看完信后 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这事 郑坤有什么反应 我离开的时候 老太爷和老夫人 还没和四老爷说呢 哼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 直接实话实说呗 本来就是他抢走了 长森的人生 他还想怎么样 二弟 看问题不要带情绪 这件事 郑坤可没有错 他是没有错 可他享受了 本该属于长森的一切 这别人也就算了 他对长森 得怀有最起码的歉意 蒋安太头疼的摇了摇头 知道和自家二弟说不通 干脆不说了 想了想 看向蒋大夫人 既然妹妹妹夫 要接回李长森一家 你准备一下 明天带着十年和徐嬷嬷 一块儿去见见李家人吧 大哥 你不去 有你大嫂就够了 用不着去那么多人 你若是想 也可以让二弟妹跟着 一块儿去 大哥 我觉得你和我都得去 大嫂虽然不是外人 可咱们两个才是亲娘舅 我们出面了 也能让长森感受到重视 你大嫂去 不就代表了我吗 这还不够重视 好了 我也是为了李长森一家好 你想想我的身份 你大嫂去 李家人恐怕都会拘谨无措 招架不住 我去了 他们只会更加的不自在 等你大嫂先见见人 让他们有个缓冲期 然后再让他们来蒋府 到时候 我自然就会见他们了 听到这话 蒋安邦面上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想到那天 他当李家门时 完全把他当一般客人 对待的李武鸭 他可不觉得 大哥去了 就能比他有更好的待遇 二弟啊 我叫上二弟妹 跟我一起去李家 有我们两个旧母 还有大老远从京城赶来的 使馆家和徐嬷嬷 足够表明蒋家 石家 对长森一家的重视了 我也去 你不是要当职吗 一天而已 我找个人替我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 蒋安邦 蒋大夫人 蒋二夫人 带着十年 徐嬷嬷 一起来了李家 还是金月娥开的门 李武鸭几个都去上学去了 看到这次居然来了这么多人 金月娥心里顿时提了起来 蒋大夫人打量了一下 强撑着 却难言紧张的金月娥 笑着上前 你就是长孙媳妇吧 我就是你的大舅母 这个是你的二舅母 你二舅舅上次你已经见过了 见来人这般介绍自己 金月娥愣了愣 蒋家这是要决定认下丈夫了 孩儿的娘 谁啊 金月娥错愕之际 李长森走了出来 蒋安邦第一次见李长森 看到他内和自己相像的眉眼 心中当即涌出了清静之意 站在后头的十年和徐嬷嬷 看到李长森 也快速对视了一眼 若说之前 他们心中对李长森的身世 还有所怀疑 可此刻 两人再没有这念头了 李长森确实长得很像蒋安邦 可是他的眉眼 也和武昌伯 石光耀有几分相像 错不了了 这人就是石家的血脉 看到蒋安邦等人 李长森愣了片刻 便回过神来 面色淡然地侧身 请进吧 这次登门 蒋家直接开门见身地 表露了来意 可是等他们说完 李长森沉默不语 金月娥拘谨地低着头 从两人身上 蒋家人看不到 任何一丝预想中的喜出望外 在表明了石家想要接李长森一家回京城后 两人的反应更是奇怪 一个冷漠 一个排斥 这反应太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了 从底层君户之子 摇身一变成为伯府公子 正常人遇到了 不是都该激动振奋了 李长森和金月娥都不是话多的人 几乎全程都是蒋家人在说 哪怕蒋大夫人再怎么善谈 面对不配合的两人 也有些抓瞎了 就在蒋家人不知 该怎么深入聊下去的时候 李三郎回来了 面对蒋家人 李三郎的应对 要比李长森 金月娥自如多了 可是态度依然算不上多热情 原以为带李家人回京 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可此刻的蒋家人和十年 徐嬷嬷 心情都有些凝重了起来 对于认清 李长森一家好像并不积极 快到中午的时候 蒋大夫人吩咐夏人 去酒楼买了一大桌酒菜回来 想要通过吃饭 和李家人多熟悉熟悉 饭菜刚摆上桌没多久 李二鸭和李五鸭回家吃饭了 两人还没进门 就看到站在大门两边的蒋家夏人 对视了一眼 快步进了院子 爹 娘 我们回来吃饭了 每次从外头回来 李五鸭都会大声告知金月娥 今天也不例外 并没有因外人在就取消了 哟 真是稀客 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呀 看着厅堂里坐着的人 李五鸭和李二鸭笑着走了进去 看到李五鸭 蒋大夫人的双眼 顿时亮了起来 朝着她挥手 哎呀 这就是五鸭吧 快快到大舅奶奶身边来 让我好好瞧瞧你 李五鸭站着没动 看向家人 这时李三郎站了起来 二鸭五鸭 快上前见礼 这位是蒋大夫人 旁边的是蒋二老爷 和蒋二夫人 几个称呼 瞬间将蒋大夫人 刻意营造出来的清静 打了个粉碎 李二鸭和李五鸭笑着上前 扶身行礼 在乔娘子那边 上了几个月的课 让人基本的礼仪 都是懂的 见过蒋大夫人 蒋二老爷 蒋二夫人 得体 客气 两人的言行举止 十分的符合 初次见陌生客人的表现 却没有丝毫 见到亲人的欣喜 蒋大夫人脸上的笑容 僵硬了起来 李长森一家的反应 打得他有些措手不及 大人也就算了 连孩子都冷淡得很 李五鸭看了看 爹娘的脸色 见他们都皱着眉头 想了想 看向了蒋安邦 蒋二老爷 我们又见面了 您作为荣誠的守备 进来了我们这种 小老百姓的家里 我们真是觉得 蓬毙生辉呢 可是 你到底有什么事 找我们呀 我们一家的胆子 可小了 有什么话你明说 像上次你说的那些话 我们可一句都听不懂 为此担心 受判了好一阵呢 蒋安邦看着李五鸭 睁着眼睛说瞎话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他们家的人胆子小 瞧瞧屋子里 这一个个的 真要胆子小 看到他们 应该是毕恭毕敬的 他们说什么 就应下什么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跟个木桩似的 不说也不动 无声地慢带他们 听不懂他说的话是吧 行 他就将话挑明了来说 丫头啊 知道老夫是你的谁吗 不知道 不过我们应该 没什么关系 你可是守备大人 而我们一家 只是在荣城 尖难逃生活的 小老百姓 你爹 是我妹妹 也就是京城武昌伯爵 老夫人 她的儿子 我是你们的二舅爷 现在知道了吧 有点实际宫 有点真实际宫